好 各位好 我們接下來來探討 這個西語言裡面的這個編輯器和最佳化的處理部分 然後在探討這個部分的時候 本來先來看一下編輯器的這種應用 在這一份供筆裡面可以看到 裡面我們列取一些 一些以致的一些應用 當然這只是一小部分 然後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手機 手機裡面它的應用很多元 從Android 5.0之後 原本的虛擬機器呢 它從這個Devict改成Art 那Art跟Devict裡面有些顯著的差異 這我們之後再安排時間跟大家探討 但你可以看到說從這個 4.4以下的版本 它用的是這個Devict 然後在5.0之後呢是有Art 那這本子上呢它都是編輯器 我可以看到說為什麼要了解編輯器呢 這就是很基本 你每天用的東西裡面就有編輯器 再來是在Android 5.0之後呢 連這個不只是虛擬機器 連這個語言開發的方式也改變了 那它實際上有兩套一個叫 一個叫 Jack 跟 G 喔 這兩個編輯器的使用 除了這裡外呢 你可以看到說 Java Script裡面有這個 V8 V8 Engine 這也是一個動態編輯器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連裡面有這個 Legular Expression喔 縮寫叫RE 這個RE本身呢它也是這樣 它裡面也是一個 Java Thin Time Compiler 然後在Android手機裡面呢 也有一個東西叫 Render Script Render Script呢 它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想要成 Google版的OpenCL 本質上呢它也是一個 編輯器跟 執行環境 好 比較好玩的地方是這個 字體的齁 就是 就是可能有人知道 這個東西叫做 BiCo 就是這個 True Type的字體裡面也有 也有一個 一個引擎齁 這個東西叫 True Type BiCo Engine 就是 你要想要做 向量字型齁 裡面它其實有一個 對應的一個解液器齁 那這解液器呢可以去 讓你做更深入的一個字體的描述齁 所以你要想就是說 我今天字體呢不是說 像你今天這個 PR 這樣一個東西 它只是一個 實的資料齁 其實它是一個 可以用一個虛擬機器來描述齁 然後可以去增加 特定的這個 形狀齁 還去加強 加強它的那個 呈現方式 那事實上這就是有專利 這是 Adobe的專利 所以你看到說 這邊最少有三份專利 基本上也在 2010年過期齁 好 然後 這裡面當然呢 也有一個什麼 動態的 就是有一個虛擬器 以及動態的編繫器 好 那如果我們再繼續看的話 事實上呢 包含說Android的這個 知情環境也有齁 叫做 Pixel Finger 那這個Pixel Finger 那這個Pixel Finger 基本上它就是 它就像那一個Brander 就是去做這個 RGBA 就是 三原色再加上透明度的那種 顏色的混合器 這東西叫 Brander 或者你也可以叫做 Breator 好 那簡單就是說呢 這邊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裡面呢 裡面有可以動態產生 按個MIPS的那個機械碼 好 然後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連那個SQL Lite 對 這支資料庫 用在Android的手機裡面 非常多的 這是 這支資料庫 資料庫內部呢 也有一個什麼 也有個BiCode Engine 好 事實上 這裡有做很多規範 你可以在這份文件裡面 只講到 它其實有定義好幾種 BiCode 你在這邊看的話 這邊可以看到說 在一個DB的操作裡面 像這樣的一個 SQL 這個 秒數裡面 XCube的查詢條件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對應就是這樣 對應就是這樣 對應就有 這邊有16道 16道 這個OP Code 那當然有OP Code 本質上這樣 就需要編輯 好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SQL Lite 除了SQL Lite以外呢 包括像前面講的 這個RE 這邊也有 有這個 RE有這個編輯 而且它是屬於這種 動態的 Just-in-time的編輯器 除了這裡外呢 其實Linus kernel也有 這個也是很值得去看的地方 像這個BPF 看一下 在Linus kernel裡面有個東西叫做BPF 好 那這是Burkery Pegifield 簡單就是說 我們要讓這個封包的處理 因為想到說 像防火牆那種操作 這東西很頻繁 就要知道它 來源是什麼 然後什麼樣的條件 要把它封包Drop掉 就Drop封包 然後或者說 我要接受怎樣的封包 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條件 那些條件的執行 非常耗時間 所以事實上 BPF呢 它就會透過 Just-in-time compiler的技巧 去加速這個操作 那這樣東西呢 我們之後還會繼續探討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呢 這個編輯器呢 它有非常多種應用 好 那如果我們看得更細緻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如果看編輯器 如果看得更細部的 更細部的設計 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 像剛才提到 像手機裡面有這個 Arts 這個Ahell Time Carpilot 那除了這以外 還有這個 OpenGL OpenGL裡面有個 GLSL 就是跟 Shader Energy 就是說簡單說 OpenGL為了要處理這個 這個 處理這個 更細緻的圖形 那它是針對 它這種 Shader 去開發一個 語言 這個語言叫做GLSL 接下來的語言的話 就當然有編輯 好 那如果看瀏覽器的話 那更明顯 瀏覽器根本就是一級戰場 所以比方說 你可能知道V8 Google維護的這個 JarScript Engine 除了這以外呢 像這個 這是Apple Apple維護的叫JarScript Core 然後 Chocolate是那個 Microsoft維護的這個 六眼器引擎 那基本上這些 JarScript Engine 裡面都有 都有 JarScript 然後再來是 非常提到這個 RE 這個也是這樣 本質上也是 本質上也是 這個 編輯器的應用 再來是從 這幾年 有一個重大的進展 就是Web Summary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寫網頁呢 不是只是一個很單純的東西 它其實變得複雜 你可以開發一些 高效能的應用程式 然後用Web Summary開發 那當然說 OpenGL 不是OpenCL 背後其實都這樣 其實都有這些 六眼器 那如果看那個 自信語言的 更不用說了 太多了 從JVN 那JVN上面 又還有很多不同的程式語言 像Skala Gojo Ruby 這些東西都是 自信在JR之上 那之外 除了這以外 還有Darnet Darnet 然後Ruby Python PCB 那這種東西可以列出很多 甚至你可以看說 還有一些 系統層面的 這個 執行環境 像比方說VMware VMware它就可以做 二進位的 二進位的轉換 基本上這些都是 可以說都是編輯器的一個應用 然後如果說我們再繼續探討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了解編輯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了解編輯器 其實有時候 我們是要 了解這個編輯器的限制 然後像這個Case 比方說呢我來想 就是說 在這一篇 它探討了什麼東西 它跟你講說 這邊你從這個標題開始猜得出來 如果太多這個 衣服這樣的Megos 這樣的條件編輯 可能不能自行 好 這個是2065年 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探討 好 那當然 這個 就是說事實上呢 這篇文章跟講什麼事情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深入了解編輯器的話呢 那你可能會發現 有些層次呢 它竟然會編輯失敗 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 GCC 像GCC這樣的編輯器 它有一個什麼 它有一個限制 它有限制說 我這個Megos 這個if define 它如果這個東西太多的時候呢 它會不能處理 所以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我有太多if 也太多define 那有可能會導致這樣 最後的這個 出錯的訊息裡面的 行號可能會是錯了 好 像這個東西來講的話呢 你可能 一輩子不會遇到幾次 但是遇到的話你會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現在很多城市開發 你不是從料理開發的地方 你可能是從現成的東西去延伸 那 接著我們來看一篇 這篇文章很有意思 這篇文章的話 我們在下一個階段 還會再繼續探討 不過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先有概念 很多時候我們了解編輯器的 很多時候是為了什麼 避免 我們遇到錯誤的最佳化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就是 最佳化很多時候你是非開不可 如果你沒有最佳化的話 你很可能它沒有達到 執行時期的要求 沒有達到記憶體的要求 總之你沒有開最佳化 你很多城市功能本身是 會把它運作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裡有個列表 就是說它用不同的編輯器 不同的版本 然後 頓用不同的這個 在不同時間 因為 它不同這個修訂的 修訂的 修訂的紙版本 然後在不同的主態 那會遇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比方說像 這邊會列出 就是說 像這段的城市 看起來單純 有一個structure 然後再來一個 再來是一個方式扣 然後這邊帶入一個structure 進去 然後 它這邊會產生 它這邊產生的城市碼 也許跟人家 預期會不一樣 那底下有很多這種案例 這個我們在下個部分的時候 會再去探討 所以簡單來說 什麼呢 如果你對編輯器的行為 沒有很懂的話 你很可能不知道 它已經這樣 產生錯誤的最佳化的城市碼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為什麼要了解這個編輯器呢 很多時候是知道它的限制 也知道說 編輯器本身 它給我們很多便利 我們不用 直接接觸硬體 讓我們很多彈性 但問題是 給我們這樣的彈性 給我們這樣的便利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付出一些代價 這樣的代價 再來是 再來是我們要考慮到一件事 事實上在這個工業應用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比如說這邊也列出一個例子 這邊的例子 跟大家講什麼 就是說 尤其在一些 嵌入式系統裡面 我們有時候限制是說 會有這個 像你知道的那種 buffer的offload 所以有可能成立之前的時候 會有這個導致這個 環通區會 會用 會異味 那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甚至有些環境呢 直接要求你說 不准使用太多的stack 甚至不准使用tip 也就是說 你不能使用malloc這樣的一個操作 這樣的東西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會有些規範 會去限制這樣的條件 所以問題來了 如果你被要求的話 你很可能沒辦法從 所有的程式碼都去改 你很可能從哪裡去下手 你很可能是從編譯器本身去下手 也就是說 因為你不准使用什麼 你不准過度的使用stack 為了避免stackoffload 所以你可能這樣 你可能需要修改編譯器 以便達到這個效果 這個東西要特別注意 甚至在一些比較特別的場合 比方說在這個 車用的電子 車用電子的系統裡面 會有一個規範叫做missla missla-c 那missla-c是什麼呢 它本質上還是細源規範的 但是就是說 有這些車廠 就是這個 講那個Toyota這種車廠 去規範說 針對車子的程式 我要怎麼寫出 又安全 又可靠 以及可信心又要好 所以事實上 它就是在C90 C99的基礎上 做一些調整 它有做一些限制 那比方說它有限制說 你不能做這個 就是動態基礎管理 它有做很明確的限制 事實上這個東西 有一直在改版 那當然有些限制會增加 或是有些 有會就變革 好 這一樣 這也是 這樣的衝擊其實也是很大 所以其實你也是要了解別運器 否則你寫不出的 你寫不出對應這個正確程式嗎 再來是我們看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個編音器之前 我們要有個理論 有些理論 其實我們要去 特別去注意的話 就是 這個我們在下一個階段期待 為了探討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快速看一下 那這邊呢 有一份這個 有一份教材 這個教材呢 就是 探討 就是說 要了解編音器本身 有一些 所以必須 你要先準備好的 這個背景資訊 然後這份 這份教材是 哥本哈登大學的 電腦科學系的教材 那這個教材其實寫得非常好 儘管它已經 看起來沒那麼型 它是距今 七年前的東西 不過還是很大的參考價值 就是跟你講說 一個編音器怎麼去 被打造出來 然後要注意到那些議題 這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線上書籍 然後 這一個教材 不會很厚 大概就是 300頁裡面 這個是很棒的東西 就是300頁裡面 然後可以讓大家 而且編音器的運作 然後這邊幫大家努力畫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要知道 編音器怎麼去分析程式碼 所以這個東西叫 Let's call analysis 然後這邊的話 你會從第一個開始 就是 從正規表示實力 就是 Ladius Cursion開始 然後再來是 你會接觸到 NFA跟DFA 簡單就是說 這過程中是一個 狀態機 你要從 編音器本身在做的事情 就從 A這個狀態到 B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要怎麼了解 這個程式的運作呢 事實上 你會有很多的那種 狀態機 好 那這個不能讓我們造一個詞 叫什麼 叫Automata 然後 所以你要想就是說 我能不能是在有限的部署內去解析一個 給電程式 不管是HTL也好 或是吸引的程式也好 我是不是在有限部署內可以解析出來 然後 如果你是很明確可以知道的話 這個東西我們在這製作什麼 叫做DFA 就是Deterministic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 不管狀態移轉多少份 它是這樣 很明確 所以我知道有多少部的 好 那 在這個過程中呢 你會知道一個東西叫NF轉DFA 就是在這個電腦裡面會有 以及這個過程中 你會知道一個東西叫Lexor Lexor這邊就是去分析呢 這個 我們的 你就想要說 我們剛剛講的狀態機 那接著是 我要怎麼把程式 解析程式這件事 怎麼轉換到狀態機 以及說這個狀態機 本身我怎麼做轉換 比方說你可能需要一個專門的工具 去解析你這個 就是程式的邊緣啊 它的過程啊 然後你可能要再打中央證 對應的這個機械碼 或者是執行檔 那這個東西都是需要在前期做好分析的 那注意到這件事 我們這邊呢 還是針對什麼 程式碼的這個運作 再來是你會遇到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就是語法 語法不是加個括號加個蛋 好久而已 事實上你還要考慮到你解析的方向 比方說 在西元來講有個東西超級困難的 就是 運算值的優先權 那這樣就有加掛號啦 沒加掛號啦 然後呢這個東西呢 要怎麼判斷先稱之後加減 注意到 這件事跟上面就不一樣 注意到 上面這個東西 let's code只是真的什麼 就是說 你就想要程式碼 原始程式碼 我要怎麼去怎麼切個 if else 這種東西 我要怎麼去切個大掛號 還有少個大掛號這種 但是synthes就比較關鍵了 它要知道 語法本身的意義 以及要知道說operator本身的優先權 甚至像這個有沒有匹配的問題 那這個背後就有很多相關的理論在這邊 這個在很多大學的這個計算機的科學裡面就有相關的課程 所以你會學第三數學 然後你會學計算理論 然後這就為了解邊緣器 除了這以外呢 其實還遠遠不夠 事實上你還需要了解非常多事情 就是一些 因為程式裡面會有一些符號 符號像什麼 像Function code那個Function 或者說像這個 你會有一些變數 那本身也是要記錄在哪裏 在這個Symbol裡面 好 接著呢 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很複雜 比方說你要主 我們在執行之前 就要能夠知道程式到底是什麼 怎麼運作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行為 以及你要知道它的型態 這個型態是很複雜 比方說我們講那個 二進位的7 就是實進位的7 等於二進位多少 1111 但是如果說你用符點數去表達7.0的話 它的二進位表達不可能是111 因為依據這個符點數的規範 比方說這個i7.0754 i7.0754呢 它其實有規範的嘛 它有規範 我們的符點數的那個表達標準 所以比方說你們來快速看一下 如果要進入7.0要這麼表示呢 基本上你會有什麼呢 你會有一個 一個 表示正符號的 拿那個表達指數的 還有一個Fraction 比方說你真的有效未遠 好 那問題啦 以7.0來講的話 用這個i7754來表達的話呢 肯定這個指數的部分 還有這個Fraction的部分 一定有涵蓋 所以它不可能是 我們平白的那種111的 就是二進位的話 它不可能是111 那這時候問題來了 我怎麼知道7跟7.0可不可以互換 這個東西就是要知道它的形態 所以注意到這次 這個東西完完全全取決於最終的 最終的表示 好 以及在程式產生的過程中 有一個非常複雜的意思 叫做Register Allocation 好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事實上在絕大多數的CPU 都是 暫停器的數量都是有限的 好 那這個暫停器的數量是有限的 可是我程式法在鑽寫的時候 它其實不知道我用了多少 多少 暫停器 所以你要怎麼把 相當於無線多個的暫停器 把它轉換成 用有線多個暫停器去表達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份投影片 這投影片呢 是 就是 它的標題叫做 Franco S2版人 好 那這份投影片是 在 三年前 三年前我跟我同事一起做的 這個投影片 然後我們就在 來探討這個 從原始城市碼到二近會 中間有很多 很有趣的議題 那我們嘗試呢 對著 沒有編輯器背景的朋友 然後引導大家 對這個 反正說編輯器怎麼運作啦 反正說最佳化啦 然後我們這邊 選用 按個MIPS的這個組合員 做個示範 所以 即便呢 你沒有對按或的MIPS 沒有深入了解 沒關係 因為我們希望 你有個初始概念 做延遲程式碼到二近會 記得多學會在裡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一份喔 畫面中這張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這邊假設你有個HELLO這樣程式 這HELLO這個程式 就是你很熟的 就是大學 學會的這個第一個系列程式 基本就要印出HELLO這樣 所以我們直接HELLO 但是呢 以Linus來說的話 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 程式沒辦法直接執行 事實上呢 它有經過非常多環節 才會去執行 第一個環節是什麼 事實上你要需要一個系統庫教 這個系統庫教叫做ESECV 就是 它就是 這個系統庫教可以做執行 好 然後呢 在這個環節呢 就是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 看到系統庫教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對應的這個 內部實作 比方說SYS抬頭 就表示內部實作 好 那第一個動作要做什麼 是你要去檢驗 這個執行檔是不是合法的 好 檢驗什麼執行檔是不是合法 第二個是怎麼 你為了 執行這個執行檔 其實要配置新的空間 去 讓這個新的這個process 可以這樣 可以被執行 所以你要配置空間 然後再來是呢 如果你是動態連結的話 好 注意到啊 如果你是動態連結的話 你可能需要一個 2Y的動態連結器 叫Ldlinus.so 然後呢 用這個動態連結器 載入什麼 載入西元韓式庫 所以比方說西元韓式庫 叫GDP 然後就把它載起來 載起來之後呢 我們知道西元的進入點是man 可是事實上沒有那麼單純 在man之前呢 事實上還有一小段程式碼 所以比方說你看到 這邊綠色的部分 有看到就 Libc starman 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這個function是在 在man之前要被執行到了 然後呢 man執行完的時候 也不是立刻 立刻 結束執行 事實上 會呼叫一個行動 呼叫做exit 那exit的最主要工程 就是 把一些 配置好的資源 像記憶體啊 把他棄置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man之前的事實上有一個 專門的一個程式去掌管 man之前跟man之後的操作 為什麼我會需要這種東西呢 有幾個點可以來思考 比方說 我們都知道就是在西元程式不是有反位置嗎 也就是說你在man裡面呢 你可以在 return一個什麼 return-1 或者return1 return0 這樣的操作 事實上要人去處理 這個詞呢 就是由誰來帶 由 由左邊這個部分 就綠色的地方去代入 就是說 然後你return-1的話呢 就相當於是exit -1 用這個詞去代進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就是說 你的man man呢 還是如果你回想一下 它是有argc跟argp 表示argument的總量 跟argument的這個 argument的這個 vector 表示這個 這個字穿的vector 那這個東西一定要有人去代入 所以這個東西事實上 是bc starman 所傳遞給man的 那這件事情 也是要得做 所以事實上呢 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在西元之前呢 事實上有一個專門的 這個程式碼去處理 好 然後這個東西 我們稱為叫c runtime 就表示c語言 在制限時期的這個 這個 必要的 這個 程式 好 好 那我們如果把分解 來看一下 第一個分解動作就是 事實上 要執行這個hello 這個程式的時候呢 事實上share會 會執行兩個系統呼叫 一個叫fork 一個叫esvc 然後主要是讓客人 可以準備新的這個process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如果說你對這邊很深書的話 你請 花一點時間去看一些 unis作業系統的這些 手冊跟文件 那特別是跟process有關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手頭有關於 minis的書也可以看 minis的書的話 在process這張有 花很多篇幅跟大家講 講這個fork啦 esvc啦 以字一字這樣 這個系統呼叫的這個關聯 再來是動態連結的 動態連結器 我們稱呼叫dimeonlinker 然後這個問題中 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去載入 那個 吸引員的這個 資訊時期的韓式庫 以及它對應的這個 系統態 然後 注意到呢 如果說你是在 GNU LINUS 也就是說 你的 大部分的Linus安裝好了 那裡面有跑 激西希臘 跑一些 必要的工具 基本上就是 它就是用glibc 然後 這個 這個叫做 ledlinus.so 這是dimeonlinker 那libc.so就是 glibc 就是c 原真正的一個 韓式庫的試作 所以包含你的printf 基本上就試作在這裡面 那這個 如果我們偵測出來 客人偵測出來 什麼 真的這個執行檔 需要一個動態執行檔 那我就會找出 對應的動態連結器 動態連結器 找出 libc.so 然後呢 在我們剛剛有提到做這個 在西語言的進入點之前 事實上有一個 很重要的函式 這個函式呢 就是準備好 進入之前 必要的工作 所以比方說 你要找到 面這個符號 所在的位置 然後你要做 要準備好之後呢 調整這些執行 那執行完之後呢 你也要return 那return的話就會呼叫這個 exit 然後這個時候 來做這個 7支process3 當然實際上 要 這棍的話其實很複雜 發生說你可能聽過那個signal 就是units的signal 也是跟這件事有關 這是 這後面有很多連帶要操作的一定 再來是我們來看一個狀況 就是說 從這個原始程式碼到二經尾 其實有很多誤解 所以我們就要透過這個 這個講座來跟大家 帶著大家去 排除這個誤解 嗯 很多時候呢 其實從原始程式碼到二經尾 其實他不單單需要一個 練習其他需要非常多的工具 介入才會把它完成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 把這個詞為叫做 拖拳 就是一系列的工具的組合 然後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說 編繫器在很多環節都會出現 不只在軟體 事實上在硬體 如果說你有做過硬體設計的朋友 就是 你可能有 VHDL Railog 你可以知道這樣的描述語言 然後這描述語言 背後其實還是一個編繫器 因為我們最重要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更低階的形式 或者把它轉成電路的形式 就是電路的排列 然後中間有非常多最佳化的空間 所以你可能知道一個領域叫EDA 就是電子設計自動化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顯學 而且它的對產業影響非常大 你想一件事 一個IC 隨便賣一個10億個單位 是很正常的 注意到 11個單位在IC來講算多 它是一個很正常的單位 如果說你以前公司是做CPU的 你可能要賣一個 差不多10億個單位 才會辦法賺到錢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門檻 那你想一件事 你既然是量要賣那麼大 你能夠省下一兩個Logic Gate 你是不是可以省下相當可寬的金額 所以我們講這個功能很有確定 它是便宜器裡面很重要的應用標題 就是硬體 便宜器不只對軟體很有益 對硬體也是有很大的意義 而且是業界非常強大的一個要求 所以如果說你熟悉一些工具 像Cadence Synasis 這種EDA的工具的話 那這些廠商都花了很多心思 去研究便宜器技術 甚至買下很多專門做便宜器的公司 就是為了要讓他們轉換更有效率 產生更可靠的電路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iPhone的手機 iPhone手機裡面也有類似狀號 iPhone裡面用的處理器 基本上它的Logic Gate 都已經超過33億個電競體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那你怎麼保證這個電競體的設計都是對的 你怎麼可以保證這東西 就算製程是好的 萬一設計上是錯的 或者說做了最佳話之後 我能保證它產生電路一定是對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如果回到我看軟體 軟體的話 基本上它就更多元 因為各式各樣的程式元 它可能都有對應的便宜器 那像我們常見聽到這個GCC 或是LVM 這樣的便宜器以及便宜器的架構 除了這以外呢 你還有可能不同的指定機 比方說有Intel指定機 Aunt指定機 就有一系列指定機在這邊 這個我們其實都是要考慮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從一個原始程式碼到執行檔 其實它有非常多環節 比方說我們在畫面中可以看到 原始程式碼都叫Hello.c 那你會透過這個C語言的便宜器 比方說叫做CC去便宜它 那Hello.c經過CC去便宜的話呢 它會得到Hello.s 然後它表示組合元輸出 那組合元輸出呢 再透過Assemble 鎖寫叫AS 然後之後變成Object File 那我們把一個或是好多個Object File 丟給一個Linker 那Linker之後才會成為執行檔 所以事實上呢 你會看到它的 它有分之三個階段 它編入主義跟連結 不過這邊有個 各位可能會有個誤解 事實上 並不是每一個編輯器都有三個階段 我們來看一個反例 不要弄它一個反例 這個反例是在 我想想想什麼時候是吧 主要應該是在去年 去年就我做一個編輯器 它這個編輯器很厲害 然後它是支援這個 案的這個架構 這個案的架構呢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 它從頭到尾只有主體 只有一個點器檔 然後這個編輯器呢可以編輯自己 所以我們稱為叫什麼 我們稱為叫做 叫做 sell compiler 就是說 它的這個編輯器可以編輯自己 它不只可以編輯自己呢 事實上它不需要 那個 額外的Linker的介入 它也不需要Assemble的介入 所以比方說 你如果看一下它的程式碼 它程式碼其實不多 程式碼大概 1500行 就是扣掉註解的話是1500行 然後裡面的程式碼呢 就是 甚至裡面還有一個 中間表示詞 我們等一下還會講 然後中間不要說 產生 產生這個 機械碼的部分 就像畫面中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應該是產生 那個 產生直線檔的必要資訊 除了這以外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還會甚至產生 必要的這個 我們就直接產生機械碼 也就是說 你右邊看起來好像是 組合員的程式碼 但是我們連組合語言程式那一般 都直接跳過去 我們直接輸出機械碼 好 那你會好奇啊 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說明一件事 是不是說 這個 編譯程式它不需要走三個階段 對不對 你看 你剛剛那個 剛剛那一段程式碼來說的話 好 那要是它從 編譯就直接產生 最終的這個 執行檔 所以事實上它沒有Assemble 它也沒有連組 這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再回聊一下 為什麼要把這個 編譯器的設計分成三個階段 就是編譯主義跟連結 往往是為了要去做出錯 就是你想一件事 如果像剛剛那個程式碼 它1500行 但是其實我開發時間很久 就是相對比較久 就是寫了好幾個禮拜 然後debug 你差不多一兩個月才 debug到比較 充分可以執行 所以你看 因為我們要debug的東西 是從西元編輯 然後到on的主義 以及到連結 這些都需要debug 反過來說 如果今天可以拆你三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就是說從原始程式碼 變成組合語言 那你是不是可以專心 再解決高階語言部分 那反過來說 你在思考說 組合語言再轉成什麼 轉成這個機械碼 那你就專心把Assembly做好 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把好多個object code 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link 好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link為什麼它要存在 那你如果做這樣的分工 做編譯主義跟連結分工 是不是你就可以專心在功能本身 而不用花太多時間 把很多種問題 一口氣把它處理 所以其實我們為了小分子場的階段 最主要就是為了除錯的方便 以及模組化 好 再來是我們來探討說 比方說像一個Hello這樣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 基本上很多人在大學一年級 然後就更早的時候都接觸到 這個程式呢 你會發現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通常你問老師說 第一行為什麼要incru 然後老師說這個叫標頭檔 然後你問老師說為什麼要man 然後老師跟你說這個進度點 然後你問老師說為什麼用printf 然後老師說這個標準還是酷 那你問說為什麼不用printer 用printerf 然後老師跟你說f表示有格式 那我把f拿掉會怎樣 然後老師說回家自己做實驗 然後記得你問老師說這個 return我比較加點 然後老師說通常會說什麼 以後就知道 好那你發現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一段程式碼有五行 五行裡面有四行都是用背的 當然最後一行你不用背對不對 因為是對稱的嘛 所以五行裡面用四行都背的 你不覺得這個東西跟你讀 那什麼古文很像的都是用背的 所以其實你應該會覺得很不踏實 那當然你事後理解的話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呢 如果我們只是用那種偏偏的理解 你可能會限制你的對系統的認知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們想要跟大家 談更細的議題 就針對像這樣的一個程式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 這盤的東西看起來很簡單 事實上還要考慮一點多 第一個呢 先看一下邊編的方式 你可以用GCC用clin clin是這個LEBM架構裡面的 這個C元的這個C元的編譯器前端 然後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hello.c 然後呢以GCC來講 它會輸出hello這個執行檔 那同理可能也可以 然後你可以用file這工具 file這工具呢可以去檢查 就是說它可以知道說它的那個 格式 比如說比方說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可以看到說它是跟你講是說 我們今天產生一個64位元 little n點的執行檔 那這個執行格式是什麼 是ELF 這在Linus上很常見 然後硬體的架構是x86.4 然後它這邊是動態連結的 也就是說它有使用到什麼 動態的航式庫 好 那你可以這樣子去執行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從第一行開始看 你來思考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你知道這個東西是header file 那就是標頭檔 那這標頭裡面知道標什麼東西 來想個議題 如果你真的打開這個 StandardIO.h的話 那事實上你會看到類似這樣的一行 注意到這一行 那這一行呢 那這一行呢來講的話 第一個什麼 就是我們通常叫formate stream 本質上它是一個什麼 西語言風格的自傳 然後這邊點點點表示 不定個數的參數 也就是說printf來講的話 它後面可以接 沒有加額外的參數 就除了這個printf formate stream以外呢 它可以有 沒有額外的參數 也可以有一個兩個 或者更多個 這個東西叫做不定參數 好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 sde.io本身呢 它對printf這個符號 所以注意到這東西是一個symbol 對這個symbol做一個宣告 所以實際上呢 我可以去做一個有趣的驗證 就是說 我在上面這一步 上面這個sde.io裡面 它去include這個 好 那這個sde.io本身就去宣告這個printf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上面做一個宣告 那也意味著什麼 後續比方使用的話 比方說 後面帶一個helloware也好啦 帶一個 帶入一個什麼 變數啊什麼的 它基本上要符合這個格式 或者這個phototype有宣告 所以你說說 這裡面有格式的話 以後一定有格式 當然後面可以加 一個 一樣的 或者沒有在額外的這個 產屬式就可以接受 這個不能弄成為 叫pre-processer 所以最終呢 pre-processer輸出之後的東西呢 它不會再看到這個 影庫子一樣 這邊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pre-processer本質上它不是坦白的 我先有這個概念 這位用個第一次跟它說明 為什麼它不是坦白的 它只是個替換器 就是看到 一個東西 那就把它替換成什麼 所以這件事跟你 什麼操作很像 就是像那個 你在editor裡面用control 就是去搜尋 還有取代 像那樣的一個操作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定義器 就是 透過pre-processer的處理之後呢 你會得到像畫面中這一段程式吧 用別人來講 有man啊 有printf啊 有tune 如果呢我把它轉換成on的架構 就是組合元素出 大概是長這樣 好 第二就是說 我有一個printf 所以你可以看到 printf 本身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跳躍 就是一個分支指令 好 那我這邊有個分支指令 那再來是什麼呢 我這邊有個字串叫hellover 那所以事實上我要 我要去記錄它什麼 記錄它的這個 記憶體的位置 好 所以我要把 這個記憶體的位置呢 代入給誰 代入給printf 這個符號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 bl是 按的一個跳躍指令 然後呢 後面接著這個printf 本身呢 地址 好 可是問題是什麼 你根本就不知道 printf 在編輯時期 根本不知道printf 最終的位置 不知道 最終它在執行檔裡面的位置 那怎麼寫呢 所以事實上 如果經由 assemble 產生 機械碼的時候呢 你看喔 上面這個ldr 表示這個載入的動作 載入的指令呢 我可以把它產生 對應的 機械碼 可是呢 下面就是很尷尬 下面如果bl 你可以知道是f0 但是printf 本身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只能填多文化 或是填別 因為你在 主義階段 你看 編輯基本不知道它的位置 主義階段也是不知道printf 的位置 好 這時候麻煩你了 但是我們最終還是要知道它的位置 所以事實上呢 我需要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讓我知道說 printf本身它在哪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邊 右邊來講的話呢 事實上printf是定義在哪裡 它是實作在 libc.a 就是.so裡面 像這樣的一個 系統還是酷 好 然後說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查到的地址是 16境位的1000 好 然後所以看到 這時候link在做的事情 是什麼 是把前面不知道地址的地方 把它塞進去 好 注意到中間 中間地方都是問號 那右下角呢 就這樣 就是把查到的地址 把不知道 原本不知道的位置 把它寫進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很 關鍵的意思是什麼 這件事link在做的事情 我們說要relocate 然後它對應到名詞 叫relocation 所以我們再講一次 link的意義在哪裡 link的意義在於說 我們 程式很可能是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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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式庫 像libc這樣的韓式庫 然後呢 你會有一個hello.c 然後最後變成個hello.o object file 那object file 它是透過主義器 產生出來的 但是主義器 它其實不知道 最終像premium 這樣的simple 它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透過link去找出 找出一堆archify 找到一堆 韓式庫 從這個功能中取出 取出這個 或link 取出它的simple 處在的位置 然後重新做什麼 去做relocate 那這樣 你才會得到最終的 執行檔的輸出 當然 這裡面神料非常多議題 再來是我們想要跟大家排除的一個誤解 就是很多人都認為 GCC是C的變異器 這件事呢 在1989年的時候是對的 1989年這個 CNC揭露出來的時候是對的 這沒有錯 可是呢 這件事在今天就不對 因為事實上 GCC本質上我們稱為叫什麼 就是compile driver 人家compile driver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好了 先來看drive這個詞 drive這個詞 在台灣也是一個很容易誤解的詞 driver本質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那種駕駛 公測駕駛 我們來想一下公測駕駛 叫做bus driver bus driver bus driver在功能是什麼 它是繞著都市定點 定時的 去周防特定路線 所以它是這樣從AD到BD 所以我們要想 在電腦裡面 AD到BD這件事 從AD到BD這件事 我們就稱為drive 所以什麼東西叫device driver 就叫做裝置驅用程式 device driver就是說 讓這個硬體的聲音 它原本燈是暗的 你讓它變亮 或是原本是亮的 你讓它變暗 或是說原本它是過了電 但是沒有開啟某某功能 那你現在讓它變成 過了電開啟某某功能 或是說過了電 然後再過10分鐘變成這樣 沒有過電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操作 它是從狀態A到狀態B 這個東西我稱為為drive 針對硬體我還稱為device driver 針對compile就是compile driver 好我們來看一下compile driver的行為 所以你看這個原子程式碼 然後點C 點C的程式碼 然後你會透過CPV CPV是一個C的pre-processor 好 然後CC1 注意到CC1是真正的C的編輯器 所以它會輸出的東西是什麼 是個助揮員 那在GNU2O券的例子來講 它就是點S 一般來講點S 有大的S也有小的S 反正就是助揮員輸出 然後助揮員呢 在進入什麼 在進入assemble 縮起到AS 然後我最終得到一個 嗯 object file 好 那這個object file 它本身也有能夠被relocate 好 所以我稱為叫relocatable 就是它能夠最終可以透過linker 去重新配置它的那個 那個 符號的那個 包含符號的地址 好 那我們稱為叫relocatable object 好 那錯誤一下點O 好那接著呢 透過這個 有一個工具叫create to 先用概念就好 這工具就是 傳遞一些必要的參數給誰 傳遞給linker 那 這個東西是很複雜的東西 就是要傳遞給linker的東西很多 像什麼呢 像是COR還是酷的位置 像是前面講到CRT C downtime有沒有 C downtime的這個 C downtime的 一些必要的描述 就是 因為每個程式它可能有 對應不同的C downtime 然後再來是一個東西叫link script linker script就是說 事實上linker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我們甚至需要一個語言去描述 要傳遞給linker的 參數 還有它的那個主態的方式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稱為linker script 然後最後交回linker 注意到linker的縮寫叫做LD 而不是別的名字 在跟punch那裡講 有個比較特別的 然後呢 這些東西都準備好之後呢 最終才能把它產生一個執行檔 意味著什麼呢 GCC本質上呢 它是一個 這個執行檔 它可以當compiler 也可以當pre-possessor 也可以當assemble 也可以到linker 所以重點是說 你從AD到BD 那你今天到了pre-possessor 它就當pre-possessor 到了compiler 就跟compiler 同理 到了assemble 就當assemble 那當然你可以走到最後一關 就變linker 好 那這邊注意到左右上角 右上角 就是基本上分三個主要套件 第一個套件 叫GCC GCC就是 紅色的部分 然後再是藍色的話 是冰油貼貼 冰油貼貼的一般來說就是 包含說 像這個 主義器啦 還有連結器 就是assemble跟linker 那GCC的話是C runtime 所以包含說Library Crt這些東西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包含真的C compile 真正的新卡牌叫CC1 那為了C叫pre-possessor 這個什麼叫做 這個東西都包含在GCC裡面 實際上GCC很複雜 它包含的還有 非常多不同的程式語言 這都是會探討的議題 好 那這裡我們快速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編譯器的發展歷史 這個編譯器的發展歷史 它其實是 很 很蠻複雜的 我們來看一下 嗯 有一個觀念要去釐清 這個程式語言 絕對不是年代比較早 就比較低階 比方說我們講 1970年代才出現 1972年才出現的這個西語言 它其實在一開始 就比它的老主 老主中比較Fullchain Cobot來的低階 換個角度講 這個第一個完整的編譯器是什麼 第一個完整 支援多個平台的編譯器是Fullchain 那Fullchain呢 就是 就是 完整的 Fullchain 然後它是 18年年開發出來 它非常複雜的東西 這個東西在什麼時候出來 1957年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編譯器的 遠遠比這個西語言編譯來的少 但是它都非常高階 它可以做什麼事情 它可以做舉證預算 它可以做數學預算 就是包含說一些 相對複雜的數學操作 可是一開始的西語言 事實上它怎樣 很多功能都不能做 甚至它沒有 數學上的 矩陣操作這樣的運算 至少它不能做 矩陣的乘法 也不能做矩陣的加法 所以 事實上西語言的這個設計 你可以看到 它一開始就比這個Fullchain 還是低階 然後再來是你可以看到 Cobot Cobot在1960年出來 然後裡面有個影響 它很深的人 叫做Grace Harper 注意到 Grace Harper 他不是Cobot的主要設計人 但是他的主作 他之前的主作 對這個Cobot有很大的影響 那Cobot的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裡面就是 他是寫 他寫作就很像英文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例子 Cobot對程式語言出現得非常早 然後 他的一開始的應用 其實在1950年代末期 就基本上有這樣的需求 而且那時候很多需求 就是在支這個Gino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實際上寫起來是長成一樣 比方說它寫起來就是 你看像這樣都有格式 這個操作呢 就有點像英文這樣 Add 1 2 X Add 1 A B 2 X 然後這個是Runding 就是說我這個操作本身 要不要做什麼 要不要做捨錄 這樣的一個操作 然後大概是 比如說我要顯示錯誤 然後你可以表示一個循環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很有趣的是什麼 如果你對C語言有概念的朋友 都會發現這件事跟C語言落差是太大對不對 C語言好像沒那麼友善的東西對不對 好像沒什麼底詞會這樣子對不對 在C語言還花了一段時間去想我要處理什麼格式 然後在C語言變數 你還很認真去想 這個變數要用 Integer、Float、Double 因為你要想一大就什麼 但你可以想 1960年代出現了Cobo 不用管這件事 所以 這件事其實 我想對大家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一個思考點 不是出現的比較早 就比較低階 程式語言的設計都是來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們去思考 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 你為什麼要了解編輯器 往往一定是要知道 過去能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為什麼能不能現在還能要編輯器 因為還有新的問題解決 但是有很多舊有的 既有的方法可以讓我們連續下去 這個是我想 大家學習這個電腦科學 一定不能忽略的一題 然後再來是編輯器呢 基本上也是電腦科學領域 算是最早的一門學科 事實上編輯器這個領域 它的學科 它就可以追溯到三個世界 有三個世界的人民 其實就在想 如果電腦可以做運算 那我要怎麼表達我的運算 我要怎麼表達 把人類的思維 讓電腦可以聽懂 讓電腦聽懂跟講話 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 好 我們可以看到說1952年 Grace Harper就發展第一個編輯器 但是呢 第一個能夠編輯自己的編輯器 像剛剛講的阿瑪士西來講話 他是一個 能夠編輯自己的編輯器 一直到1962年 所以你看到 這個時間非常的漫長 這個 事實上 開發編輯器真的是很 很艱辛的事情 要考慮議題真的是非常多 好 那我們先來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 兩棟 好 那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編輯器呢 有包含說 第一個編輯器叫A0 然後再來就是Fortune 然後COBO 那這樣的一個高階語言 那當然也有包含說像西元 所以你看到說西元的定位其實有趣 西元定位的時候看起來像是個高階語言 但它的行為其實看起來 很多時候它是 披著高階語言的低階語言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們要去想 就是說 很多時候發展的過程中 往往就在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 好 然後呢 再來一個好玩的問題是 我們都知道西元的發展是為了要開發 UNIS作為系統 好 那到底是先有 語言本身呢 還是先有編輯器 這事實上它是一個 相扯相承的事情 就是因為西元的規格 不是寫好規格才是寫編輯器 而是一邊寫編輯器一邊開發西元 所以這個過程是 在很相近的時間點 然後交錯發展來 然後之前有一個有趣的一個 一個小事但是很值得去想 就是我們都知道 UNIS它獲得巨大的一個法 成功 所以有很多學校 在70年代 就是70年代80年代 就是很多學校都有 都有這個UNIS 那當然公司企業行 也有 那有沒有可能呢 編輯器本身呢 就有一個後門 那編輯器本身有個後門 讓整個系統造成一個影響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 Ken Thompson在之前 在得到這個 得獎之後呢 他講一個故事 他說他之前嘗試做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說 他讓這個 去修改西元編輯器 主要是修改它的pre processor 然後呢 如果呢 這個pre processor 偵測到 要編輯的程式本身是log in 這個程式 那他會先加入一小段程式碼 那這兩條繩子碼 比方說他可以 如果一旦輸入 輸入的資訊是Ken的話 就Ken Thompson的Ken 那 我們呢就可以讓log in 讓那個log in 放行 讓這個 使用者登錄 因為這樣我就不需要有 什麼呢 有這個 真正有這個帳號 就可以登錄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如果呢 你做這樣的一個修改 然後呢 因為新的西元編輯器 要從舊的編輯器來改 然後 這件事呢 就會這樣 他就會去 把它幹的那個功能 就是 就是讓Ken Thompson 可以 可以 辨識 辨識什麼 就是 log in的程式 然後Ken Thompson 把這個指示都會配合 這個修改過的編輯器 然後把它夾進去 那就會租到什麼 新的卡牌進去 所以就會做到這種事情 當然這個事情是一個 不管你相不相信這件事存在 但是 技術上看起來是可行的 也就是說 這種木馬修改 其實可以啊 可以在這樣的一個修改 可以變成可能 然後 事實上呢 這個在之後呢 也有人重複做了好幾次類似的東西 就是說 事實上原始程式馬本身就有 木馬的存在 這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而且沒有時候透過編輯器來 來實現這件事 接著我們來思考一個議題 就是西元編輯器到底 怎麼開發出來 其他原文先不去管 像我們Fullchain Cobo 先不管 假設Fullchain跟Cobo 這樣的程式原本已經發展出來 那我們開發過程後 怎麼去做 那這時候我們來講一個詞 叫boostripping 這個 boostripping這個字 其實 也有個源頭 我們看一下下方 下方就是說 這個 在 日爾曼地區 18世紀的德國 那這個 有一個叫做 炊牛大王力險記 這個裡面就跟講一個男爵 這個男爵呢 他就 就喜歡萃去自己 然後他就說什麼呢 他把 拉著自己的頭髮 就像他以前在 他陷入沼澤了 那就把 拉著頭髮 然後就把自己踢起來 那注意到這件事呢 他其實是違反物理原理 我們知道 有反作用力嘛 你今天 拉自己的時候呢 你就有反作用力 事實上 你沒辦法 靠著 拉自己的頭髮 讓自己 不斷的往上走 不可能 因為你有反作用力的存在 那這個東西是違反物理原理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說 這個 這個故事 其實它是講這個 先拉一個靴帶 然後呢 一點一滴的把自己拉上去 這個動詞 我們稱為要bootstrap 但是反而變成一個動詞 那這動詞呢 其實人們獲得這個靈感 所以我可以看到 很多領域都有這個詞 比方說商業商品的東西 叫bootstrap 所以一開始 我投入的資本 是很少的 那我開始呢 投入資本之後開始賺錢 賺了錢之後呢 把這個 賺到錢來注入你的研發 或者注入你的產品開發 然後導致什麼 導致你可以銷售更多的產品 這個東西就創造一個 正向現金流 那開機來講的話 這件事是 也很常見 所以開機的話 每個環節 比方說BIOS BIOS要去檢查 像檢查什麼 有沒有keyboard 有沒有keyboard存在 有沒有USB存在 如果沒有這樣的存在 我不給你開機 那下一關是什麼 下一關就是說 我來去檢查 做一些有沒有存在 然後去檢查硬體 硬體的狀況 好所以 一關接著一關接著一關 慢慢去 開起來的 那這樣的東西 我們稱為要 boost水平 縮寫叫boot 那你可能知道 有個詞叫做 叫做boot loader 也就是 boost水平的boot loader 然後 BnE器的開發呢 其實往往也需要這個 boost水平 然後我們來思考一件事 這個西元的BnE器 到底怎麼開發 第一個你可以先寫個 比較簡單的語言 這個語言跟西很像 那它比西簡單多了 所以我們叫做C- 那你可以先用 既有的程式語言 用Fullchain 先寫一個什麼 C-的一個編輯器 好 然後呢 你用比較簡單的C語言編輯器 寫出一個比較完整的C語言編輯 好 那接著你就可以得到 它可以自信 然後你再用C語言編輯 寫一個真正C語言編輯 好 所以你會需要一個什麼 比較精簡的語言 像C- 然後當然是因為需要一個 已經有的程式語言 不要說Fullchain 好 當然 你以這個例子來講 也很可能是這樣 很可能是組合語言 就是以前既有的語言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你會聽起來好像 你聽馬行話對不對 但事實上 像Java也是這麼一個事 像我們的Oroco和JDK裡面 JavaC 就是Java語言寫的 JavaC是什麼 JavaC就是Java的編輯器 好 所以你當然會好奇說 那D版的JavaC 到底用什麼語言寫的 那基本上就不是用JavaC 對不對 比方說他先用C加拿寫 寫出一個比較簡單的 Java邊編輯器 然後呢 之後呢 Java邊編輯器 會產生白口 白口就用Java的虛擬機器去執行 好 然後這樣的技巧呢 其實用很多 比方說像這個Messing 這也是Oroco的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就是說 他用Java去鑽起Java的虛擬機 所以這個Java機器 就執行在另外一個 Java虛擬機器上 這個東西是一個 比較 比較有意識的地方 那我們都稱為這件事叫Buss說明書 好 然後你在這個編輯器的交換書 基本上你會看到這兩本 這兩本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 基本上這個書就是 第一版跟第二版 右邊是舊版 然後左邊是新版 它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龍 外面有龍 所以我們稱呼一下龍書 然後注意到這個龍是叫追梗 就是這個龍跟恐龍是不同的字 好然後這個龍書呢 它就是基本上它標誌就是什麼 就是Compars, Principles, Techniques, Tools 就是基本上看到這個部分 這是編輯器的這個教科 那如果呢 我們以教科書的觀點來看這個編輯流程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什麼是 編輯器基本上就是一個 自傳處理的程式 簡單來說 在電腦科學所有的操作 都是自傳處理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什麼 Regular expression這種東西 電腦所有的行為都是自傳處理 怎麼說呢 比方說像剛才那個Hello.7 Hello.7就是一個自傳 對 如果這個自傳裡面有換口符號 它本質上就是一個自傳 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自傳 那這個比較大的自傳呢 經過編輯器會產生一個更大的自傳 就是一個什麼 知情檔 知情檔一定可以用自傳來表達 換過來說 什麼叫做瀏覽器 網頁瀏覽器 網頁瀏覽器它做什麼 它把HTNL 把網址 它把網址 所對應的這個HTNL把它下載下去 那HTNL本身就是什麼 也是個自傳 對 一個大的自傳 然後呢 我最後網頁不是要把呈現到 瀏覽器的畫面上對不對 所以你把網頁的內容轉換成 網頁的原始檔案HTNL 然後你把它變成可以顯示的 形式 那這個本質上也是自傳 只是說它有些東西比較 有些東西是比較大的 鴿子 有些比較小的鴿子 但本質上就是一個什麼 自傳的處理 對不對 它把自傳變成一個可顯示的狀況 或者變成一個圖檔 你看那有些工具可以把這個產生都截圖 那截圖本身呢 如果你有二機會去看它也是一個自傳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電腦科學所有的操作 都是自傳處理 只是你處理的方向 你處理的形式 以及你可不可以再轉換回來 有些形式是很難轉回來的 比方說像一般的電影器 你要從西元的原式程式檔 變成自信檔 然後再變回西元的原式程式檔 程式檔 程式檔就比較困難 那你反而有時候是比較簡單的形式 然後像很多 像你們用什麼 一些無耳的這樣 你可以定存型檔 可以轉換成不同的形式 然後也可以轉回來 這個就是 形式轉換比較容易 有些比較困難 好 但不管怎樣都是自傳處理 好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 那我們來看一下 西元的邊緣器 在做的事情就是 它就先做這個 輸入這個自傳 所以這個 它就這樣 crack the stream 輸進來 然後再來是要先做第一件事 是let's go let's go 那主要是在切 比方說切 if else 切 所以這個東西像if跟else 這個東西有時候是token 當然很多東西都是token 像那個大括號 小括號 左括號 右括號 然後咱們註解本身 也是一種token 這麼把它拆開來 拆開來之後呢 就要開始解析它的這個 解析它的一個語法 所以你們會有個解析語法 語法解析完還不夠 我要知道語意 語意叫sematic 就是像七 基本講的七跟七點這種例子 那就是語法本身 這個跟形態有很大的關聯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 要承認程式法 沒那麼快 一般來說 我有一個中間的表示法 注意到這邊 有一個intermediate 就是我有一個中間的表示法 然後中間的表示法 我還會先轉成一個什麼 轉成一個跟機械無關的 機械無關的形式 之後呢我交給一個artemizer 這個artemizer也是跟機械無關的 就是可能跟語言本身 就是跟程式的流程有關 跟程式流程有關 但是跟最終的機械有關 然後在下一關才是 就是你猜得到的就是這個 跟最終機械無關的 就是code gem code gemerator 縮寫叫code gem 然後當然你還對應到這個最佳話 所以你看 事實上有非常多關卡 好 然後呢 一般來說呢 大學的這個便利器課程 大概就喊在這幾個 就是我們在siccola synthense synthetic 然後到這個code gem 這一般呢 在探討一下 然後當然你會 可能會寫一個簡單的code gemerator 好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呢 標紅色的地方就是 不然說ir 不然說optimizer 其實網網都是這個 便利器最 最好玩的地方 好 那講到這邊我們跟大家 快速複習一下 就是我們探討的議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快點幫大家複習一下 前面講內容 好 像 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呢 就是 就是我剛才講這個 這個程式的執行流程 好 那這邊有幾個東西 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說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需要一個小的程式 像西方態 那事實上 像這個addExit這樣的函式呢 它其實需要 西方態接觸才會辦法執行 那addExit的操作是什麼 就是說 當我的程式即將結束的時候 像西方態的程式即將結束的時候 那我可以先 我可以在這之前 註冊一些 Function 這Function會在 程式即將結束的時候 做散號 不要把機子釋放出來 不要這麼把檔案關閉 好 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你需要這樣 你需要在man 之外的 還是可以執行 所以這也是西方態的 介入 好 除了這裡外呢 你還有什麼呢 所以比方說 像那個 sayjump longjump 這樣東西 那就是 另外處理 那這個地方呢 不需要二Y的孩子庫 去協助你 去處理一些 像stack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比方說 你的電腦 電腦如果沒有FPU 就是沒有敷點數 暈算單元的時候 也就是說 你的電腦沒辦法直接處理 敷點數暈算 可是你的軟 你的程式本身有暈到 敷點數怎麼辦 所以是讓你需要 寫一段特別的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 一般來講 我們會放在Lib GCC 顧名思綠就是說 它是GCC的一個 提供的功能 它可以去模擬 敷點數暈算 因為你硬體沒有 所以你需要操作來模擬 但是好玩之外是什麼呢 原始程式碼 比方說 西元程式碼都是同份 好 只是說呢 我在連結的時候 會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 直接對應到 硬體的操作 或者說 我在連結的時候呢 有二Y一個Lib GCC 然後用敷點數去暈算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什麼 也是需要亂看 所以注意到 亂看的意義是很大的 因為 你要可以遇到這種Case 去處理 再來是什麼呢 我們在前面有提到 16頁的地方 我們有提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有提到這個 編輯器的開發 開發的那個 開發的過程 其實這個故事還蠻複雜的 我們快速講一下 一個編輯器能夠編輯自己 這件事很不容易 甚至叫Sale Hosting 或者 就是叫 Sale Compiling Sale Compilation 所以比方說 剛剛講一次給大家看 那個 那個 阿瑪西西 像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編輯器 它就屬於這樣 它可以自己編輯自己 然後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稱為 叫做 Sale Hosting 然後你可以編輯自己 Sale Compilation 然後 編輯器本身要非常可靠 所以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事實上 我們前面講過這件事 其實花了很長時間才做到 那 換個角度想 你可以去驗證 驗證編輯器的靠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發言說 LLVM 也沒辦法在一開始 可以做到Sale Compilation LLVM一開始 也要脫機器 然後編輯 這個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再來是 電腦一開始 就是為了什麼 軍事需求而勝 然後後來用到很多商業 然後想說能夠補差 然後 但是人們一直都有個目標 讓電腦可以理解人的語言 這也是說 我們現在為什麼講AI 講那種訓練力 很像同 其實人們一直對電腦都很期待 讓電腦 做人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換個角度想 我們講這個公益革命 公益革命的意義 對人類是非常大的 以前過去呢 你想為什麼過去我們 中國傳統有這種農曆 農曆過年 你要想一件事 因為中國古代的 長期都是以農業為主 也就是人們都是看天吃飯 所以人們只要 人們只要沒有身體的病太好之類 你就是要花時間在做什麼事啊 不要花時間在耕種 然後農事 所以你為什麼會有農 為什麼會有農曆春節 道理很簡單 因為一年就只有那一個時間點 能不能可以真正的休息 休息一週 休息兩週 他沒辦法 沒辦法休息太久 就是為什麼 因為其他時間都要工作 好 但是有的公益革命很不一樣 有的公益革命之後呢 人類第一次可以真正放假 為什麼 不是說有機器就 人類就不用工作 不是 而是說 因為使用機器這件事 是一個高風險的事情 你想 我使用仿製機 假設我沒有認真做 我發呆 那仿製機 那不就把布料都破壞了 好 或是說你今天是控制那個渦輪 控制那個蒸汽機 你要 你要 你要你要 你要什麼 你要採那些煤 然後那個事實上 那一過程是 要控管它的溫度 所以如果說你這個過程中呢 你 因為疲勞 沒有正確使用這個機械 你造成損失 會比農業時代更嚴重 農業時代更嚴重 你累了就把你睡覺 累了就是 你早早就下工 那你今天做壞 可能對明天影響沒那麼大 但是公益革命來講 就不一樣 所以公益革命以來 人類有 第一次被保障有房價 為什麼 因為我要保護更重要的機器 因為 紡織機 那個什麼 紡織啊 蒸汽機 還有一些鐵路這種 它不能疲勞的駕駛 它不能疲勞使用 或者會導致更大的傷害 所以你看 公益革命之後呢 對人類來講 人有機會從 繁瑣的 操作裡面 跳脫出來 然後呢 再來想一件事 電腦出現 又加速這件事 所以電腦出現 又把這個公益革命在 這樣的一個進展 然後再加速 所以人們一開始對電腦都很希望 可以了解 人的語言 不過注意到一件事 一直到今天 這件事還沒有實現 有個領域叫NLP 去自然語言處理 這件事已經有非常多人在研究 但是一直到今天 還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呢 人們的 就是 人 人之所偉大 就是說 其實電腦還在很原始的時代 還在偵控的時代 做東西沒有效率 運算很慢的那個年代 人們就是在思考語言 跟那個 數學的關聯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好玩的地方是 你去 學那個 編音器 那背後有很多理論 那你甚至知道 有一門課叫什麼 計算機理論 那基本理論呢 裡面有很多 它的術語叫什麼 叫語言 它用語言觀點去 跟你解釋 這個程式的運作 所以你會覺得奇怪 語言不就是那個什麼 英語啊 韓語啊 反正這種東西叫語言 但是 我們繼續思考這地方是什麼 我們要讓電腦去理解人 我們要讓電腦去理解人 這個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但是 其實它很早就有人在做了 比如說 我們講一個維根斯坦 這個領域裡面有非常多人 我們隨意舉例一個人 比如說維根斯坦 維根斯坦呢 就是 就是他 他有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 他是 奧地利出生的 然後他的領域呢 叫做語言哲學 這個領域也很神奇 他是哲學家 但是花很多時間 在思考什麼 讓 語言本身 不然是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可以讓這個語言本身 可以 可以 沒有想像可以公式化 比如說 我要怎麼對他的語言去理解 所以注意到一定是 就是 他是講 他就是 他讀了這個 現代的邏輯學 然後數學語言之後呢 他就想 這個語言本身有沒有可能 用一個很正規的方法去表達 所以事實上 他對今天影響是什麼 就是 我們今天看到什麼 這種一個 你看起來像很奇怪的表示法 其實跟維根斯坦 有很大的一個觀念 當然我們要知道他的年代是什麼年代 他是 1889 一直到1951 基本上 這個距離我們今天比較遠 但是 不要忘了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科學家的投入 他們把 理解語言這件變成機械化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辦法用這個編輯 去理解 人們寫出來的程式 所以 他其實這個背後是 Compute Science 第一門 真正的 真正的理論 就是從地方做 那接著我們來跟他 來談一個 談一個這個 把剛才講的東西 我們再更深入的去探討 那這個投影片是 在Google工作的一個工程師 叫Logan 去撰寫的這個 這個 這個簡報 他講得非常好 所以我裡面會穿插他 裡面用 講的內容 那如果你對他的簡報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 捲到最下方 最下方就是 這個 Logan的 Logan的完成簡報 我就是講的時候就摘要 那 他現在在Google開發 他 我不能跟你講他做什麼 但是他在Google做的事情 跟 系統問題 跟編輯器有一點關係 那接著我們來 就是 回顧 以及再 重新探索這個編輯器的設計 好 所以我們來重新思考一些 編輯器是什麼 因為編輯器本質上呢 是 對 開發者 是一個工具 這工具呢 他就是把想法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可以執行的程式 他最初的動機很簡單 所以 他就是一個 我們稱為叫 就是翻譯 不要說 從英文翻譯中文這樣 好 然後 所以我們要看到 在大學的編輯課程 一般來講 會看到這個部分 來快速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你看 比方說 這邊有一段程式碼 那程式碼 你可以看到說 它包含好幾個部分 例如unside background 那你大概猜得出來 也可能有function code 然後這邊可能是一個code block 然後這邊有if else 一個分支的條件 好 可是呢 我們所謂的nexa 在做什麼事 他把它拆成token 所以你看 中間有很多空白 我們不理會他 中間有一些換檔符號 我們一樣不理會他 對我來講 我覺得只能夠拆得出來 unside background 這個括號 然後這個分號 然後 注射這種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stream 它是一個 資料流 這個資料流就包含這些 我們拆解過的token 所以nexa的意義在哪裡 就拆出token 千萬不要想看這件事 這件事是個非常偉大的事情 因為我第一個 要忽略什麼 我要忽略註解 第二個是我要忽略那些 不正確的組合 好 比方說我今天把forground 改成一個中文字 比方說叫前景 用中文字去寫 那第一個 我要不要能夠接受這個前景的字 它是合法的輸入 還是不合法的輸入 好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考慮到一件事 比如就是說 在西語言裡面 變數名稱不能有數字開頭 也就是說 你可以接受變數名稱叫forground 那你可以寫forground 1 forground 2 forground 3 但是你不能寫3 forground 這是不合法 好 那所以 這樣的拆解就是錯誤 那我們要去思考 就是nexa就要考慮到什麼意思 就是我拆解 什麼叫合法的 什麼叫不合法 所以它其實要去判斷 原始資料的形態 好 再來是paster paster paster就是這樣會轉成一個東西叫ast 這個ast 是什麼呢 縮寫呢 是這個抽象與法術 s是表示syntence 所以你想一件事 就是說 原本的這個nexa 拆出來這麼多符號 好 這麼多符號呢 我們再未進去到一個中間的形式 就這樣一個形式 它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好 那當然 你在畫面中看到的code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東西只有學問的 這個東西叫s 主要數 基本上你有如果學過lisp的話 你就會比較懂 所以就是 lisp來講的話就是你看 lisp來講就是一句括號 所以當然那種意思是括號 它就是所謂的s 所以expression很好 所以比方說你看 這個東西有一個乘 然後一個2 然後再一個括號 再一個加 跟3個4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怎麼解析呢 3 這邊 3 然後呢 更什麼 3 然後這邊有個4 然後這邊有個加 那3加4的結果呢 加完之後呢 再跟什麼 再跟2去做什麼 乘法 所以它就是這樣的東西 叫expression expression 那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建構一個什麼 建構一個 AST 抽象語法術 所以我就是把 那那個 得到的 那個 token 轉成AST 本質上它就是 8 然後 再來是什麼呢 你有這樣的一個AST之後呢 你要思考下一個議題就是 我要產生的這個 機械碼 然後注意到 畫面中這個 這段組合語言就是 unviat的組合語言 unviat unviat的組合語言 好 那接著 我們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龍書 剛才講那個龍書 就是外面有那個 有那個龍的 龍的那個書 西洋的龍 這這樣說法比較正確 那在西洋龍來講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 叫sdt sintense 20 這個書本上有 但是我還是快速跟你講一下 大家在幹嘛 這個是 注意到一件事好了 這個東西 縮寫叫sdt 然後 這個sdt sdt它是一個 通用的方法 它的通用方法就是 事實上它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把一個資串 然後我把它轉成一個特定的 就是含有特定的資訊 這個特定資訊會照著某種條件去排列 所以你去想個議題 這講起來很抽象對不對 這個編輯這個領域 超級 超級領域 可以抽象 就是你去想一件事 我們看一下畫面中的這個東西 就是你先把它想成 你去想 你就先想畫面中這一段出什麼 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很好理解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 function code 然後裡面有什麼 有個if else 對不對 只要 這個風光是什麼範圍 我就圍傳0 或者我就會傳0 -1 也是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操作 可是這段code 你把它轉成什麼 你把它轉成底下這個組合園 你就覺得投你 對不對 就是on the address 的組合園 然後你就覺得投你了 那sdt的意義在哪裡 sdt就是協助你做到什麼事 協助你從這一個 轉換到下面這個 然後過程中 我可以去判斷 原本那個程式碼 能不能被編譯 那我還去判斷 原本程式碼 如果可以被編譯 那能不能 產生有效的組合園輸出 以及什麼呢 以及 如果 前面這段程式碼 假設這段程式碼 是不合法的話 那 它不合法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 你會看到說sdt 它是什麼 它是針對這個語法本身 所以你看到sdt Synthense Directed Translation 它轉換的時候 是有針對這個語法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這本子上 它有一些限制 事實上 在真正 現代的處理器來講 現代編譯器來講 你不會直接 是用sdt 但是它背後 有很多理論 所以榮書那本書 你去讀好了 那裡面 你會讀到很多抽象東西 就是它會跟你講說 從A這個狀態轉換到B 然後B到C之類 然後它就換很多議題來探討這個部分 好 然後 接著我們去想 就是 這過程中其實還有很多議題 要去思考的 其實這真的議題是蠻多的 就是說 你要去思考議題是這樣 換程式演 電腦架構 以及什麼 以及我們要回到電腦架本身的設計 好 然後 接著我們來 繼續來看這個影片 好 我們剛才有講過這個部分 那接著我們來講一些數理 這個數理是這樣 就第一個 你來看一下 比方說看一下昨天 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呢 希望 有點無聊 但是 不要小看它 這是我們了解我們程式運作很重要的事情 一樣 這是一個 function 這個 function 裡面 我們先不看 function 的那個 宣告 我們先看內容 就是你看到 如果n 一個代入的數字 如果它大於10的話 那會走上面那條路 反過來說 如果n是小於等於10的話 會走那條路 所以n大於10 這個 會把n乘2的數字 代入到哪 代入到IT 然後呢 如果是n小於等於10的話 它會這樣 它會加2 然後再怎麼 再 代入到IT 那 如果呢 過程中呢 有單一進入 單一出口 這樣的地方我們就稱為叫 叫做basic block 縮寫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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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 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哪些東西是b呢 判斷 n是不是大於10 這個東西是b 然後呢 左邊那個寮入 就是大於10 大於10的寮入是n乘2 然後把它 代入到IT 這個是什麼 這是b 然後通理 n加2這個誰是b 然後回傳一個IT 也是b 好 下一個東西叫做cfg cfg基本上就是說 它的路線 注意到 這個箭頭呢 它不是雙向的 它是單向的 你看喔 就是 基本上路線有兩條 對不對 然後呢 有左邊那條路 也有右邊那條路 但是它都有空中點 最終都要什麼 回傳數值 所以你看喔 從batch block 組合出來的cfg 基本上就是 程式的流程圖 我們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很無聊 尤其編輯的書 一開始讀的時候都覺得很無聊 它定義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語言 它花很多心思 定義什麼叫語言 它花很多心思 定義什麼叫token 花很多心思去探討 什麼叫語法 一開始讀的時候都會 一直想要快轉 為什麼你覺得快轉 這道理很簡單 因為人會覺得無聊 為什麼要把 反過來說為什麼這些科學家 花很多心思 這些語言學家 花很多心思去 去把它拆解是這樣 因為它希望讓這語言 可以被電腦理解 所以這件事很大意義喔 我們要 所以為什麼人家學數學 數學很多時候也是這樣 很無聊對不對 就是 定義什麼叫有理數 什麼叫無理數 什麼叫超越數之類的 什麼叫代數數 我就花很多心 介紹什麼叫數 對不對 然後對你來講 你很可能學數學只是幹嘛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考試對不對 我什麼時候可以考一百分 對不對 目的都不同 所以數學呢 它是一步 接著一步慢慢走 一旦我們人花心思 把一步一步慢慢走的時候 電腦就可以用機械的方法去執行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這個意義是很大的 我們人 尤其他部分人 小聰明很會 但是叫你去分析的時候 你做不來 為什麼 因為你就缺乏這種 詐詐詐詩的思考 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稍微複雜一點 它有一個復悔圈 我們要知道的意思 復悔圈在西語言來講 是一個語法堂 語法堂叫什麼 這個Synthes Sugar Synthes Sugar Synthes Sugar 基本上就是 你做某些事情 會寫起來比較怎樣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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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寫某些東西會比較便利 那這個東西叫語法堂 那東西這個是老梗 這個處理出現非常久 然後為什麼說這個東西是語法堂呢 因為復悔圈 完完全全可以換成什麼 換成快偶 對不對 復悔圈它就是一個快偶 只是寫法不同而已 對不對 但是功能是一樣的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把復悔圈跟快偶 快偶都拿掉 兩個勾頭可不可以 可以啊 它本質上就是一個什麼 它就是 它就是 分支跳躍 對不對 就本質上都一樣的東西 只是這樣 復悔寫起來就比較方便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叫語法堂 它不是 非存在不可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如果要把它 變換成 BB的話 要怎麼寫 第一個呢 你看到嗎 就是它第一個BB 是這個 0 而上一道R1T 然後再次宣告I 這叫BB 就 只會進入一次 好 然後呢 好玩的地方是這一段 就是 4呢 我要把它成這個 先把0呢 自拍給I 然後但是中間不是要判斷嗎 判斷什麼 I是不是小於N 對不對 那如果 I小於N 我就進入我的條件 這個條件在這裡 好 然後呢 這個 接著 接著 做完這一次之後呢 再加加I 所以注意到 這個4 4已經有確定了 這個東西是放在的 做完之後才加加I 好 那總之呢 這過程中會有什麼 會有一個循環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BB來畫的話 就用拆進這幾個部分 所以注意到 4呢 你要拆進什麼 拆進3個部分 好 CFG呢 就是把它的流程畫出來 好 所以注意到 這流程在哪裡 在這裡 就是回圈成立的條件 好 那只要複合這條件呢 就會這樣 一直走下去 好 然後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BB 跟CFG 好 那我們再回到龍書 所以如果你看到 龍書很好玩 它的封面 它就寫一個這樣東西 如果你認真看它的封面 可以框起來的地方 它就寫SDT 所以這個東西 在龍書裡面 就認為這東西叫圖龍刀 當然這裡是 以學術的觀點來講 就是這東西叫圖龍刀 那基本上呢 這裡面包含了幾個部分 它跟你講 什麼叫原始程式碼 什麼叫智慧分析 就講那個正規語言 然後再CFG 這邊講的系列其實是context free 跟前面講的系列就不一樣 所有的尋選是一樣 再是語法數 然後再是形態 像剛才講的整數的7 跟五點數的7.0 一樣怎麼去分析這個形態 然後再是你們需要個中間語言 然後再來做追加化 還有說 最終要產生一個 機械 那會有一個目標的語言 然後呢 這個過程中呢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要分析那個Token Token呢這個中文翻譯叫智慧 然後就是拆成Token 然後所以比方說像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 走上來這個程式碼 如果Y小於Z的話呢 就會執行中間這一段 所以中間有設計到什麼 加法 跟指派 但是不要小看啦 這東西呢 T T 底線開頭的就是這個Token 所以它裡面有個Token叫什麼 叫Fyre 它裡面有個Token叫什麼呢 叫左括號 它有個Token叫做 SYZ 這個東西叫什麼 Identifier 就是表示Y 那再來是它有個小語 然後右括號 然後 還有一個 打括號 這個學編輯 我覺得我們台灣學編輯 有一點很虧 比方說大括號的英文叫什麼 它絕對不是叫大括號 大括號的英文叫什麼 叫Open Brace 那同意 這個不叫等號 這個叫Assign 所以主要很多人都會念錯 所以很多人都 台灣人學這個編輯最虧的 就是找不懂那個東西的正確內法 因為從來不care 但是寫編輯的時候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有剛才那個 採診Token之後呢 你就要把它採診當作語法數 剛才那個 就是準備要去解析 讓它可以把它表示成這個語法數 那表示成語法數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分析它的形態 所以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以上面那樣的程式碼 它對你的形態就很好玩了 這個SYZ 它是整數 所以整數加整數之後還是整數 整數乘整數之後還是整數 可是整數除整數之後呢 有沒有可能得到不是整數 有 為什麼 講說0出於0 0出於0 會得到什麼 有可能會得到沒有意義的 就是沒有那個 就是不是數 就是 0出於0 它本質上不是數 所以它不可能是整數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 試則運算 也不是那麼單純 所以你看喔 以這邊來講 我們要去判斷它的那個形態 那當然以這個例子 我們故意挑個比較簡單 就是只做 只做加法 跟這個assign 然後呢 再來是過程中 還會有一些額外的形態 沒有寫出來 但是 但是我們會遇到的 比方說 quile裡面那個 y 小於z這個 那這個東西 y小於z本身 y是整數 z是整數 但是y小於z這件事 就變什麼 就不0代數 所以注意到 這東西變不0代數 好 同理 if裡面也是一樣 if裡面呢 它接受的東西是一個什麼 一樣它也是接受不0代數 在西元裡面有個神奇的東西 只要 只要是0 就是false 只要是0 就是假的 只要不是0 就是真的 真的跟假的差異在這裡 0 跟不是0 你說負的話怎麼辦 負的話還是真的 因為不是0 就是假的 不是0 就是真的 所以負的話呢 也是真的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學西元來講 這個多幾秒 這個規範比較不一樣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下一個關卡呢 就是我們要把它轉換一個 中間的形態 所以比方說 我們來思考一下 原始的程式法是 是左上角的那個地方 然後把它轉成一個中間形態 這個中間形態 我們先表明看中間那個部分 看起來有點像組合圓 但是顯然它比組合圓高階一點 對不對 就a加b的結果 算到x 然後呢 這個x加y的結果 算到y 然後 然後呢 這個有一個什麼 就是 就是y小於z的結果 我去幹嘛 去把它放到這個ty 那如果 如果這個y小於z的話呢 就會這樣 就勾圓到loop 所以注意到這段 這段看起來很高階 但是已經跟上面已經不一樣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while被丟掉了 我們跟前面講過 講過 這就是語法堂啦 像fire 像for圍圈這種東西 就是語法堂 它就可以換成fire 或者換成什麼 go to 所以注意到fire也好 for也好 最後都可以換成go to 跟判斷 所以事實上 我就把那個語法本身丟掉了 把語法本身丟掉 只留下最基本的結構 這個叫什麼 叫中間語言 假設你可以看懂這段 我們再重新開始 這段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注意到它的順序 你看 原本是fire y小於z 但是呢 我們把判斷法 丟到哪邊 丟到這邊來 丟到這邊來 然後去判斷 先讓它做一次 好 然後 我們這時候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如果go to go to loop 我們把這個loop 直接往下降 從上面降到下面來 的話呢 你會得到等價的程式嗎 為什麼 我們來思考一下 上面跟下面 它意義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跳的一段不同 最早是跳到這邊來 對吧 後來跳到這邊來 好 這兩段程式碼 它的 它的寫法是不一樣的 它的功能是一樣的 好 因為 就是 A加B的結果 A跟B從來沒有被改動過 所以它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把常數指派到一個 X裡面 變數裡面 這是OK的 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 從這邊到 從這邊到這邊 其實就是最佳化 好 那好嗎 那樣在哪裡 我把它變成那個 機械碼 大概會長這樣子 就是 注意到我們這邊講的機械碼 就是相對的 它大概的樣子就是 就是寫起來 大概長這樣 那這個東西就是目的語言 好 說明再講一次 我今天從原始程式碼 是長這樣 我把它轉換成 中間這個形式 我就稱為中間語言 它把很多語法 很多語言本身的特色 犧牲掉 留下最基本的元素 接著呢 我可以依據某些條件 比較像剛才講 這個常數呢 你加再多次 它還是常數 我就直接幹嘛 我把它 避免做重複的常數運算 這東西我們就是最佳化 然後最終呢 你把它產生成機械碼 所以就是一個目標語言 好 然後 這邊呢 我們再跟大家補充個議題 事實上呢 要考慮的議題 又再多一點 就是這個 編解的是一個 很複雜的領域 畢竟這個東西 研究了非常久 然後 事實上呢 我們要去想東西 其實是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叫做 叫PLT 程式語言理論 然後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理論 叫做Type Fueling 這個 一般的子工學學論通常 學這個東西學很挫折 因為這個比較像數學的 就是 數學系有門課不錯 就叫做數學導論 就是在很多學校都有開啊 幫我們成他都有開啊 就是 這其實 資工學學生應該都要去修一下 他花很多時間講 數學 就是 我們台灣的那個 尤其高中的教育 數學基本上跟算數有什麼差別 然後數學很多時候就被提醒 像 像 你以前可能讀過一個東西叫什麼 許氏數學嘛 然後隔壁的南一中的老師編 就是 基本上就把很多數學題把它歸納嘛 然後 然後 所以你以前花很多時間 與其說解題 不如說 不如說有沒有做題目 對不對 看到什麼題目反射性作答 這個 我們老師在教的 但是其實你對背後理論 沒什麼概念 那這個Type Fueling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就是它背後就是用數學的系那一套 所以一般都是那種 集合 就各式各樣集合 然後用一些 比較抽象辦法去理解 這是我們在台灣比較吃虧的地方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理解過 什麼要抽象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就是 比較 比較複雜的議題 那時候我 我今天不會探討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個 比較單純的case 就是 我們來看一個 看幾個比較 比較 乍看比較單純的case 來看一下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batch 我們知道batch呢 是一個sure script的語言 所以就把Linux login進去 Linux登錄進去 就會遇到一個batch 可是呢 你看這段程式碼 這段程式碼有點奇妙 就batch裡面可以讓你寫function 所以注意到 這東西是function code 所以你今天有個bar 有個- 有個- 這兩個就是 這兩個function code 然後呢 注意到裡面呢 你看這邊有個v 這程式流程是這樣 先從這邊開始執行 然後呢 呼叫什麼 呼叫的bar 然後bar又呼叫的fu 然後呢 這個做完之後呢 再回來 再把這個東西印出來 好 這時候你就想 所以依據這個程式流程呢 第一個顯示的東西在哪 是這一行 注意到 第一個顯示的時候在這一行 第二個顯示在哪裡 第二個顯示的地方在第二行 第三個顯示的地方在哪 在這一行 好 那你去想一下這個v的指是多少 好 注意到這題很難喔 再告訴你答案 這個答案是什麼呢 第一次顯示呢 這個v會變成3 這東西超級物敵 噼噼不止絕的 這東西為什麼會成為3呢 這很難喔 一開始v是4 然後呢 呼叫的bar 那bar呢 宣告一個v 它的指是3 所以呢 我一個局部的v呢 蓋掉了全域的v v開始1嘛 我局部的v 蓋掉全域的v 所以我在負的時候呢 它得到的東西是什麼 是延伸詞 從這邊來的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這個負呢 在結束的時候呢 把v的指呢 重新把它指排成2 好 但是這時候的v呢 就是局部的v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我讀到的指呢 這邊就是局部的v 好 然後呢 最酷的樣子是什麼 再回來的時候呢 你看喔 回來的時候呢 我要讀到的是什麼 是全域的v 所以全域的v還是4 所以你看 你看看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Dynamic Scoping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今天了解編譯器呢 你為什麼要很了解程式語言 或是換個腳去講 一個專業的一個西語言的開發者 專業西語言的那個工程師 為什麼你往往要了解編譯器 因為你 你不了解編譯器 你就不知道像這種季端狀況 到底會怎麼樣 那當然你不能碰進去啊 因為很多程式碼 基本上不是只是寫的 在Open Source時代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啊 Linux Kernel多少行 Linux Kernel從4.1開始呢 它就超越2100萬行 你知道2100萬行有什麼概念 如果你很認真 每天花時間 閱讀Linux Kernel 讀了2000行 你知道 你的人生從大學畢業到退休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可以退休啊 假設你65歲可以退休 人生只剩下1萬天 意味著什麼 你就算每天都很認真 然後不休 就是包含說 什麼國慶日放假都怎樣 都來認真讀Linux Kernel 你真的讀到死都讀不完 因為 Linux Kernel有2100萬行 而且那是從4.1開始 然後更慘的地方是什麼 每個小時Linux改版8次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Linux Kernel不是改8行 是改8次 8次有可能是1000行 有可能是1萬行 才會改版 改版那麼多次 所以事實上 你不可能把Linux Kernel補完 所以你要學習的地方是什麼 你要很容易 要很快去判斷一段程式法 它的具體運作的狀況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 要怎麼trace code 其實很多人說 你是不懂程式語言 不懂程式語言 怎麼trace code你沒屁用 對不對 就跟你學習語言一樣 對不對 最重要是你對語言的掌握度 而不是 而不是讀什麼書 然後 這樣的東西呢 基本上在很多語言都會發生 例如JavaScript這段程式碼 在JavaScript它會變出什麼字 這超酷的 這段程式碼呢 這一行 是沒有定義的 也就是說 這一行最後會印出什麼結果 不同的編譯器 不同的瀏覽器 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超酷的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你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 你必須要很了解 程式語言本身的行為 如果沒有懂的話 你會就是 就是 四倍功半 好 好 所以我們剛才提了幾個議題 就幫助說 我們用教科書方法回顧說 Token 然後Syntense Semitic 然後這些 語法書 然後Typecheting 然後再幫助說 畫面中一個例子 就是IRA 然後追加化 然後還有一些 最懂的這個輸出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叫IR IR呢 這是 前面叫 Intermediate Replication 就是 顧名思義叫做 中間表示法 這個中間表示法呢 這個聽起來很無聊 但是 事實上它是編譯器 非常 重要的環節喔 你可以認為說它是一個 編譯器的心臟 也不會過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喔 就是說你為什麼需要一個 中間的表示法喔 如果你考慮到下面 下面這張圖 下面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 左邊有很多不同程式語言 也許你有聽過 也許你沒聽過 好 比方說包含Fortune 包含Skin Skin Skin是類似Lisp的一種程式語言 注意到是類似喔 事實上 落差已經很大了 然後再來是C++跟Python 那這個都是不同的程式語言 然後呢 你有不同的Target Target就是最重要的 比方說 Mips啊 或是Intel的架構的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一件事如果說 今天你要寫出一個 Fortune轉成Arm Fortune轉成Intel Fortune轉成Mips 那同理 C++轉成Arm C++轉成Mips 那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證交性是不是非常高 然後在實務上當然有可能 有這種狀況 所以事實上你要寫 很多不同的這個什麼 不同的編譯器 那如果說你有一個 Ir你就想一件事 反正我不管全端長什麼樣 我中間有個 中間的表示法 然後呢 我只要專心把 Ir轉成不同的Backend 把它寫好 那你是不是可以重用 重用不同的 程式語言的前端可以重用 程式語言的後端可以重用 這個是 我們要去思考的點 然後這邊再提醒一下 就是說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工程師 都說因為視野 也不能怪他們啦 就是說視野關係 所以導致說 很多時候用語 用的很 很有限 你們聽到什麼叫前端工程師 那我對這個詞很感冒 因為這個詞講得不清楚 很多東西都有前端後端 資料庫也有前端 資料庫也有後端 編譯器有前端 編譯器有後端 然後事實上圖形引擎也有分前端跟後端 但是你可以看到台灣人說 所謂的前端工程師是講網頁前端工程師 什麼叫後端 叫做網站後端工程師 所以就是 這種詞不能縮寫 因為搞錯 會讓人家产生誤會 好 然後這邊我們講的frontend 當然我們在講都是編譯器的frontend 所以語言前端跟這個產生目標架構的後端 這叫IA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前面講的那個榕樹 榕樹裡面 它的蜂蜜就有一個屠龍刀 就SDT SDT它是榕樹裡面非常關鍵的一個概念 但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城市的語法術結構 它其實沒辦法跟處理器完全完全脫鉤 我們現在回想一下前面有講到的一個例子 那個例子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X小於5 這樣這樣的東西 那X它的形態是整數 然後5的形態是整數 那X小於5這個形態變成 變成什麼 變成負寧代數 這個東西簡單 但是難的地方在哪裡 難的地方在於說 如果X今天它不是整數 它是浮點數呢 那比較之後結果還是不是浮點數 是 可是X這個詞 它如果是浮點數的話 它到底是哪一種浮點數 是比較寬的浮點數 還是比較窄的浮點數 這件事就很尷尬 這個東西跟我最終的處理器 能夠表示的浮點數有關 有些處理器架構能表示浮點數 它會比較窄 它沒有辦法表示很寬的浮點數 那有些架構是寬的跟窄都可以處理 那再來是什麼 再來前面有講過像一些什麼 一些操作啦 講那個0除以0 0除以0它不是數 所以就算一開始0是整數 另外一個0是整數 你兩個整數拿來處 就是有遇到這種例子 那這種例子到底要怎麼處理 不同的架構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所以你看0處理這件事 你要把它當作 你不能當作不存在 你也不能只是硬處理跟什麼 不能處理 事實上每一個處理器架構都有一個不同的機制去處理 有些時候是有作業系統去處理 有些時候是這樣 有編輯器本身去處理 這個東西就是跟什麼 跟我們要面對的這個議題有關 那更具體來說的話 像這個Function Call Function Call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第一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第三個參數 它的順序到底是先呼叫先傳遞 還是後呼叫先傳遞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Function Call 有1234這個參數 事實上你很多事都不能保存它的正確性 就是因為跟平台有關 然後再次堆疊也是一樣 就是堆疊我們在講這個Function Call Function Call 本身它會有堆疊的處理 這個東西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很多時候我們會去規範 兩位的效率考量 我們會讓比方說三個 三個參數在呼叫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Function Call 有三個參數 那我們讓它怎樣 讓它用這個 暫時器去傳遞 可是如果是四個以上 有可能暫時器不需要傳遞 那我之後要怎麼去處理 是不是需要額外的記憶體空間去表存 很不幸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東西跟硬體的架構有關 那如果你熟悉這個術語的朋友 你知道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ABI 在不同的架構都有不同的API 這個API的全名叫做 API的全名叫做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顧名是就是說 我今天要讓這些不同的作業系統 甚至是不同的編輯器工藝商 做出來的執行檔 可以互通 事實上我們來去做規範 所以反正說 像剛剛講的Function Call 這個Function Call 這個Function Call 這個學問 希望不要小看它 跟天底下所有的知識都一樣 就是 像電腦的東西 你探討到內部裡面 都可以變得很複雜 就是第一個Parameter 到底是怎麼傳遞 然後它是 你看 它就是要去看 第一個Parameter 傳遞的時候 是在前面還是在後面 這個順序很重要 然後這個順序當然會影響到結果 所以就是 城市開發其實要 特別注意到這種議題 然後我們要知道 另外一件事 21世紀呢 其實你要考慮的東西 這真的還蠻廣的 你要考慮到東西 就是Bounce 從30萬元 64萬元 當然你過去還有可能有16萬元 然後再來是你要考慮到 有Big NDN Little NDN 然後你要考慮到 有不同的 編譯器的供應商 有Open Source的GCC Open Source的LVM 也沒有Open Source的Microsoft的VC 或者其他的什麼X Core 就諸如此類 你要有很多議題 要去認真思考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你要考慮的議題是什麼呢 就是GCC呢 作為一個Open Source的一個 編譯器框架 注意到它不是吸引編譯器 它是什麼 正確說法叫做C 叫做什麼 叫做Compiler Driver 它當然不只支援C語言 它支援非常多語言 像GCC呢 它支援哪些語言呢 它有支援C C++ 購語言 然後 甚至還有自己訂出來的一些語言 這些資訊怎麼看呢 你可以去GCC網站看看 GCC.no GCC.no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這個GNU GNU 不能念怒 要念更怒 這是有正義過的 然後呢 事實上呢 GCC呢一直在改版 你看今天是一個好日子 今天GCC5.5發布 你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頭有點暈的 就是說 不是版本號大就會越新的 你看 10月10號發布一個5.5 這個事實上的GCC有不同的分支 比如說你可以看 現在有三大分支 三大分支就是說 它有5的分支 有6的分支 有7的分支 那不同的廠商集中 不同的需求 所以比方說 像GCC一直到今天還維護了什麼 5.5 那這個 5.5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它從2015年 一直維護到什麼 到現在 所以一般來說 它會有一個維護的週期 15到現在2年多 同理 6這個版本 也會有這個週期 6這個版本 從去年的4月 然後維護到 維護到今年 再來是7這個系列 7這個系列的話 就是今年的版本 今年8月發布 今年2月發布了 然後到什麼 到8月 然後呢 開發中的版本叫什麼 開發中的版本叫8.0 所以 你有時候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些會比較投影 這是真正開發中的版本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GCC 有支援不同的程式源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 這邊 所以比方說有C C++ Objective其實就是用在這個 Apple的日報 Apple的這個 手機的開發上 然後再來 幫你前面講過Fullchain 那ADA的話 主要用 用到比較多的就是 軍事 那Go的話 目前在很多網站 網站的後端 用到Go 這個是GCC 所以第一個呢 這個 GCC要支援這麼多 程式源的前端 然後再來是什麼 要支援不同的處理器 所以像 你聽過的 Intel Aunt Mips 還有一大堆 甚至給我們台灣人自己做的 那個CPU架構的支援 比方說這個 台灣一家公司 叫做 然後 它自己有一套CPU架構叫Andis 這個就是 這個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全世界能夠做CPU公司 沒幾家 這個自家公司在台灣 當然你聽到這種事 覺得很神奇 哎呀你懂啦 就是 有時候想想難過啦 你知道 中國大陸 東拼西湊 他就認為說自己做的好 台灣人就算做出來 你會覺得不是台灣做對不對 我之前有一家 之前那個什麼 之前那個 科技部採訪我 他說 你覺得 你覺得 在台灣 什麼叫成功的軟體 那我就跟他講很簡單 做到讓台灣人 絕對不可能是台灣人做的 就是成功了 所以 其實我們台灣很多東西 是可以自己做的 就是像作業系統 其實基本上都有台灣的團隊做 而且真的用得很廣 但是通常你沒看到 就當作不存在 那 這個 對了 這家公司是我的前東家 所以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 清晶科技的話就是 它裡面用的晶片 它對很多 對世界上影響很大 因為這個 你看看 這個 這個 這個虛無不 不以置評 因為 第一大跟第二大都差很大 但是就是說 Andis 它的晶片 主要用在哪裡 用在聯發客的 五線晶片裡面 所以反而說像藍牙WiFi裡面 那這個量很大 就上映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上映就是 10億以上 10億以上的量就上映 那所以這個量是很大的 然後 那這個 裡面的那個 晶片架構就是我們台灣的設計 包含說它的編輯也是我們台灣開發的 那這個 它的架構就叫做NDS32 然後 這是 這是 所以 G7C也有支援 所以注意到 所以G7C的支援的價格很多 反而說我們台灣這個 設計的包含的處理器 然後 再來是我們這個過程中 要去思考一件事 很多最佳的話 其實它跟 硬體平衡還不慣 比方說有些程式碼 它大肆就沒有執行到 比方說你看右邊這段程式碼 右邊的程式碼 七早半斤有RT0 那RT0後面的程式碼 會不會被執行到 不會被執行到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我就可以把這個DECO 注意到 沒有在執行到的程式碼 就在背扣 比方說你加個註解 前面加個註解 前面加個註解 然後沒有執行到 然後像很多人寫程式的習慣 就是 沒有用到就幹嘛先把它註解起來 注意到這不是好習慣 因為你有GIT 你有什麼 你有那個版本控制系統 就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用這一堆註解 去標示 你隨時隨地可以切不同的分子 GIT的分子 然後去做 所以沒有用就被打開標 因為GIT可以幫你追蹤 好 像這樣的東西叫DECO 那把DECO消除掉 那把DECO消除掉呢 我們就叫DCE 就是DECO incarnation 就是消除掉 所以事實上呢 最佳化這件事呢 是 我們可以去思考兩個環節 一個是跟硬體的觀 只跟程式語言的特性有關 另外還是跟硬體價格有關 另外還是跟硬體價格有關 然後分兩個層次就是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畫面中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的學問有大一點 這個學問在哪 再說這個 GCC的組成 GCC的組成 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 我們要知道一個 另外一個知識 另外一個現象 我們要知道 Linus kernel 依據Linus Foundation 今年的統計 Linus kernel 大約有九成的人 九成的開發者是全職的 什麼叫全職就是 Microsoft Google Intel 這些公司 付錢給開發者 讓它開發Linus kernel 當然 對你沒有聽錯 剛剛那個列表 第一個列表就是用Microsoft Microsoft裡面 養的工程是專門來開發什麼 Linus核心 只有九成 但是呢 以GCC來講 這種東西很麻煩 它的全職開發者 有多少人 它的比例有多高呢 超越95% 也就是說 比如說不到百分之四的人 就不到百分之五的人 這百分之十點多的人 是 是什麼學校的研究者 學校的學生 或者像 你聽的時候 你可能也是一個業餘的人 就像你這樣一個業餘的人 做一個開發者 這樣的人很少 就是百分之四的而已 那這個是GCC來講 它一個非常高的品牌 它跟Linus kernel不一樣 一般的業餘開發者 還是有機會寫程式 為什麼 因為總是有文件上的錯誤 總是有些 某些Define Driver不能動 或者 總是某些東西便宜會失敗 但是便宜期比較尷尬 你不太有機會做這種事 可以做 但很少 然後 如果你要改進便宜期 那個男生之男 它是必須有很多全職人在做 然後 所以 對過去很多人來說 很多人都認為說 便宜期是一個面紗 沒辦法理解 但是 我希望我們今天站在兩個角度去思考 第一個 也許你一輩子都沒有機會開發便宜期 因為它很特別 但是 因為你會用便宜期 你開發程式版就一定要用便宜期 所以便宜期的行為 是不是很重要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便宜期提供哪些最佳話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便宜期有沒有 有什麼bug 對不對 便宜期 到底你分得出是因為你的程式的bug 還是便宜期的bug 你說便宜期怎麼會有bug 便宜期當然會有bug 沒有bug幹嘛要維護 對不對 沒有bug的話 全世界便宜期用一套就好了 便宜期就是有bug 而且它bug很多 你在下一個部分會跟它談到的部分 然後這是第一個就是說 認清你所使用的工具 可以給你什麼好處 以及它有什麼限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說 事實上有很多便宜期 它是非傳統的使用 像我們今天提到了 在Android也好 在FreeType也好 有很多便宜期它是被使用 它不是很典型的 但是你如果善用便宜期 你可以去加速你的效能 你可以提高你開發上的彈性 這個是其實大家去思考 再來是最近有一個思考點叫DSL 這個DSL是什麼都說寫的 就是這個 Domain Specific 那個句 顧名思義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個特製的語言 相對來講另外一個對應的詞叫GPU 這GPU不是那個License的GPU 是那個通用語言的意思 就是說跟通用語言顛倒的話 就是特製語言 這特製語言 比方說什麼叫特製語言 比方說什麼 HTML本來就是特製語言 或是去描述一個 描述一個白口 像那個字型來講 描述一個白口特製的一個描述語言 它也是叫DSL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思考就是 很多時候其實需要用到DSL 所以你想一件事 假設我設計一個DSL 那誰來寫我的編譯器 廢話當然是你寫 你設計當然要怎樣 你來寫 或是你要早知道的人來寫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了解編譯器 所以綜合這些討論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GCC 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做一個 學習現代編譯器的一個觀點 然後再來是GCC 它不只是一個編譯器 它還是一個工業等級的編譯器 我們要分兩件事 什麼叫工業等級 工業等級不是說他們有BUG 不是 軟體基本上都有BUG 然後但是工業等級的編譯器是說 第一個它有足夠數量的使用者 它的使用者量很大 然後它的開發方法是這樣 它是透明的 也就是說它每次的版本改版 它有基於特典目標 它的開發的團隊 開發的委員會 它的那些整個開發方向是 朝著我修正特定的問題 我持續前進 那我每個版本 我有它的限制 我有它的局限性 我讓我這些資訊能揭露出來 然後呢 所以 合作廠商可以很容易的知道它的限制在哪 合作廠商可以知道我這些改版 它加入哪些特性 做哪些改進 技術上的突破 以及 因為它是通開透明的架構 所以我可以加入 即便沒有sauce code 你可以加入 就比方說你提供西東湯Library 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GCC是屬於這種東西 叫做工業等級的 有工業強度的編譯器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分成三個層面來看到 第一個層面呢 就是跟語言有關 說明的前端 這個比方說這個C的前端 C加價的語言前端 然後再來就是跟這個 編譯器無關 IR的部分 中間表示法在中間 編譯器相關的部分 再來是跟平台有關 注意到這邊有RTL 這個RTL是GCC的數理 不要跟那個電路RTL搞錯 這是電路數理 這個東西就是 把中間的表示法轉成什麼 轉成最終的這個 組合語言 或者Machine code的表示 所以基本上GCC是分這三個 三個環節 然後注意到中間的地方 也叫GIMPLE 注意到GIMPLE GIMPLE是SIMPLE這個字的變形 就是把SIMPLE S感到G 在GCC裡面有一對G開頭的 這是一個數理 然後呢 GIMPLE是它的IR中間表示法 然後呢 把frontend的結果轉成GIMPLE 我們稱呼叫GIMPRIFY 所以注意到這是一個動詞 叫GIMPRIFY GCC發明的動詞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中間有做一個最佳化 所以這個東西叫Tree SSA RTLMizer 注意到這個東西跟什麼有關 它是有關 跟電影器的內部型的有關 但是它跟硬體架構有關 所以這是IR層面的最佳化 然後呢 再來看下方 下方有個code件 就是code generator 然後上面有個RTL RTMizer 這個東西就跟著嘛 跟硬體架構有關 很顯然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些最佳化的技巧 第一個技巧很常見 叫做code motion 技巧很神奇對不對 就搬動程式嘛 但是其實 其實不難動 也就是說 回券裡面有些運算 不管跑多少次 它裡面 你把它放到回券裡面 跟放到回去外面 結果都一樣 但是我只要減少運算就可以了 我們等一下又看一個例子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這過程中還要做一件事 叫做DFA 就是分析這個資料流 這個資料流的意義在哪裡 就是說這個指定跟指定之間 如果你要去 變換它的位置 這件事可不可以做 可以 而且注意到 這個DFA 事實上不是只有編輯器的領域 會用到 現代處理器 其實都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體質 它會在動態時期去分析 指定的相義型 這個是我們要特別去思考的 好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 這段程式嘛 你看 左邊呢 來看一下左邊 左邊這個程式嘛 我們其實看過對不對 就是Y如果小Z的時候呢 會做底下這個總說 所以它做了什麼事 它做了架法 然後它做了assignment 然後底下又做架法 然後又再進入這個回圈 那你可不可以把它改形成右邊呢 事實上可以了 因為A加B 你看這回圈過程中 A跟B的結果有沒有改 沒有 所以A加B的結果 你可以當作一個常數 因為 為什麼沒改到嘛 所以A加B的結果 居然可以當作常數 你是不是可以先把它 賦予到什麼 到這T1這個值 可不可以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是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把改形成這樣 把這個T1 所以原本是X地增到這個Y 然後呢 之後呢我就把那個 換成T1 那所以既然這個 這樣的有什麼好處呢 千萬不要小分這件事 這樣好處是什麼 如果你Y小於Z這件事 它成立1萬次 你是不是就省了1萬次的架法 你是不是就省了1萬次的assignment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就是 可以縮減運算量 好 那同理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它能不能把 底下這段程式碼 能不能用這一套最佳化 來思考一下 下面的程式碼 跟上面的程式碼 有什麼差別 長得很像對不對 但是 差別在哪裡 指標 指標的操作 好 我們來思考一件 我能不能把上面的程式碼 所用的技巧 套用到下面去 好 很不幸的是 不能 你在思考一件事 如果我把上面程式碼 把它改成下面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乍看形式好像都沒什麼錯 但是有個問題在哪裡 因為我今天是一個pointer pointer的意思是什麼 pointer的意思是說 它存取的資料 事實上怎樣 事實上它是指向基體的某個地方 可是呢 如果你把這個資料寫成這樣 你看 我三個參數 A B Y A B Y的這個指標 我都把它指向什麼 同一段基體內容 這樣尷尬的是什麼 這樣尷尬的是 delifference的時候 結果呢 它的改變會導致什麼 A跟B的結果都改變 因為你看 回想一下 原本這個東西 A跟B在這個回圈裡面 根本都沒有改到 所以我把它當作常數 可是以這個例子來講話呢 這個 我這樣子改寫的時候呢 這個A B 怎樣 你如果帶入這樣結果呢 上面這段程式碼 跟下面這段程式碼 它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行為上是不一樣的 好 你說哪個白癡會這樣寫 好注意到 我們今天設計這個程式的時候呢 我們要防範的不是真白癡 真白癡就是 真白癡就是 做了白癡的事 他跟你講說我做一件事 很白癡 像PTE笨版長幹的事情 我做了一件 很白癡的事 他跟大家分享 這叫真白癡 我們要防的不是真白癡 是什麼 隱性白癡 隱性白癡是最可怕的 他犯的白癡是 他不知道他白癡 好 所以 我要去想就是 我今天設計個API 有沒有可能真的遇到這種Case 或是有人要搞你 要做到 搞你是很容易的 像這個 都把它帶入 同一個基礎位置 有沒有可能 可以 對不對 沒有說不行 對不對 但是這樣追加的話 這樣CodeMotion的操作就這樣 就 就失效了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邊緣器 遇到指標的時候 往往會有這種考量點 因為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果 那你當然好奇 是不是邊緣器 遇到指標就不能做追加化 這句話對一半 實際上 邊緣器追加的話是很保守的 他必須要確保功能正確 以前有句話叫什麼 也是廣告開始 先求不傷身體再求療效 所以你看 邊緣器其實在做的事情就是 不管有做追加化跟沒做追加化 結果一定要是一樣的 行為上是一樣的 好 所以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你看像剛才遇到什麼 指標 剛才那些CodeMotion 聽起來這樣還不錯的東西對不對 先不管怎麼做 但是這東西會導致追加化不能用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呢 事實上你可以用一個 一個 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C99開始引入 叫restrict 這restrict在做什麼事呢 就是比方說你的關鍵加在這裡 加在這邊 加在這邊 加在A後面 加在A這邊 加在B這邊 那你就可以規範說我的輸入 不會記憶體裡面有重疊 就是不會有這種 有指標的什麼 A點心的疑慮問題 就是說 他的 說指向的記憶體空間一定是不一樣的 好 他雖然參數看起來 就是我們要講個點 就是 剛剛那個Case 注意到這個Case 這個Case真正出問題的地方不是5566 好 56 已經消失了 好 那我們就不管它 所以我們真的在意的地方是這個 就是這三個 因為 A BY 看起來好像是不同模式 但它互為別名 這才是真正問題 所以 如果你要避免這種狀況 你可以加一個去Strict 跟使用者說 注意到 這個責任是開發者 使用者的責任 不是便宜器的廠商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保證 我的 那些指標 它的空間不會重疊 不會同一個 不會同一個 那這樣的話呢 編譯器就可以放輕做最佳化 所以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考議題 好 那這個我們來 來幫它複習一下 剛才講的東西 好 所以注意到 就是 這個 這個東西我們稱得叫什麼 Pointer Aliens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有可能會讓編譯器 沒有辦法做最佳化 所以像 比方說像 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像這樣一個程式碼 注意到這項程式碼呢 這個 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這個 就是我先 注意到 下次看到這個東西 不要念Star 請問大師不要念Star 這叫什麼 這叫Delivence 就是說 我今天 Delivence 對I1 做Delivence 跟I2 做Delivence 然後之後再加起來 但是回圈的過程中 從來就沒有改到I1 也沒有改到I2 所以我試試可以把它搬出來 搬到這邊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減少 減少這個 重複的Delivence 跟重複的加法 以及重複的 重複的什麼 就是 就是我可以少掉 兩次Delivence 跟加法 然後呢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如果有人這樣帶的話 就遇到悲劇啦 輸入跟輸出 是怎樣 是同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 要特別去 要特別去考慮的 就是 這個Pontal algorithm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 編譯器的開發商 遇到重複怎麼辦 就會要求我們去寫這個 律師Trip的關鍵字 那接著我們來繼續探討 那個更細的議題 所以呢 綜合之前講的議題 我們來看一下 編譯器的分析 基本上有 好多項目 注意到我們這邊就是 一次講一點 一次 一次往這個 往這個 也是站在榮書的觀點 榮書的這個 那個教科書的觀點 然後我們去擴充 所以 比較好的狀況是 你聽我們這個導讀 然後再繼續找 榮書還有相關的編譯書籍 我們在下一個段落 還會跟大家講 有哪些書籍可以去做參考 第一個叫DFA Data Flow Analysis 那基本上它在 查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查這個範圍 然後表明什麼 0處理0 當然最好的情況下是什麼 在編譯時期就知道 對不對 不要拖到執行的時候 才注意 發現0處理0 不要拖到作業行程 才去介入這件事的存在 對不對 你在一開始就可以去分析 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說你一開始就可以知道 這個程式法到底有被執行 還是沒有被執行 或者有些Case是Always True 什麼叫Always True 比方說你 if 後面加 後面那個條件是1 Always True 我根本就不用判斷了 那就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然後再來去 它的條件 比方說這個 涉及到轉型 就是 像那個浮點數 浮點數 浮點數 你看同樣是30歐元的浮點數 我把30歐元的浮點數 轉型成Integer 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資訊上的落差 事實上會有的 對不對 比方說小數點會這樣 會捨入 就是小數點會不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我把整數轉成浮點數 會不會有 這個範圍上的落差 也會有 為什麼 因為整數能夠表達範圍 整數能夠表達範圍 跟浮點數能夠表達範圍 反而輕 因為 i2175實在講 它有規範的 有 有號數 有什麼 有那些 它的指數 以及它的 有效的幾位 所以實際上 以i2175實在講 它表達數值 它的數值範圍就變小了 因為它必須把某些比特 來表達浮點 講到指標跟指數跟有號數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表達成單純的二進位 對不對 你表達的數字方面稍微廣一點 所以這個轉換事實上會有落差 這東西是不是我們要去考慮到 會不會有資訊上的落差 這個東西都是DFA要去思考的 當然還要去看說這個變數 它是變數還是不是變數 它到底有沒有真的在用 第二個叫control flow 這control flow呢 就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說 有些case 比方說它是一個死的循環 就是它永遠會發生的一個無窮循環 然後呢或者什麼 這個循環本身根本沒有機會跳進去 或者我寫的function 但這個function根本沒有被呼叫到 所以它根本不會自己到 那不然是什麼呢 這個function呢 會有什麼 會有是相異 就是說 這個 我的function呢 它依賴上一個 這三個又依賴上上一個 這樣東西 control flow分析 所以注意到 我們會做兩個 一個叫做DFA 一個叫CFA 這編輯一般來說 就做這兩個部分 然後呢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你還會有一些 涉及到這個 像剛才講的指標的case 就是做這個memory dependency 像前面講的那個 不能做 不能對 point alias的狀況做這個 commotion 其實很大比就是一個什麼 memory dependency 因為有alias的問題 好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ase 這個case呢 就跟剛才那個東西很像 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段程式碼呢 這段程式碼來做的事情 你看 這個有source 有這個destination 注意到這邊有一個constant 好 好 這個 所以我看這個指標指向什麼 constant corrector 好 表示說這個指標的內容 本身呢 我不要去變更 然後呢 這邊做的東西就是 基本上就是那個 資料的bandon 我一次bandon一個整數的大小 所以我從 從那個 我講出來就是那個 corrector 然後自圓的大小 所以我bandon的N個 所以基本上這個move就跟 m1ncpy功能是一樣的 然後接著再看第二個 第二段程式碼呢 有點像 但是呢 這個東西有點有趣 這邊有個 Val 然後呢 這邊有個ptr 好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段程式碼呢 難在哪裡 這個Val跟ptr 有沒有可能擺在同的位置 這個src 跟est 有沒有可能都是什麼 都是 同一段基地位置 有沒有可能 有 所以我們要去判斷這件事發生 好 然後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有一些比較 這個 這個 logan舉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 像這個 c++ case 不過我們今天 其實探討c 我們就先超過這個部分 好 然後 再來是我們再繼續看 就是 接下來我們來看重頭c 這個重頭c 其實呢就蠻重要的 就是 跟最佳話有關 這個叫做 SSA SSA 這個SSA的全名叫做 StaticSingleSign 好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SSA 然後要考慮一句 非常的廣 然後基本上你把它翻譯成中文 你還是不懂啦 靜態單複子形式 對不對 所以 很多時候呢 我們學 學電腦 技術名詞的時候 真的不要花太多時間 學他的中文怎麼唸 因為 比方說你看這個東西 你講的中文 你還是不懂 但是這個東西不難懂 這個 注意到 SSA這20年有非常大的 技術突破 所以現代的編輯器 基本上都跟SSA有關 就是 涉及到最佳話的時候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SSA的想法其實很單純 就是說 你看右邊這張圖 右邊這張圖呢 它涉及到什麼 你看一開始有一個assignment 對不對 把3 指派給A 把9 指派給B 然後再來是個判斷 判斷 I是不是大於20 如果是的話 繼續做 指派 那不是的話呢 就是I小於等於20的話 這樣 也是做指派 只是說 種種不同 然後最終會有個結果 對不對 最終會有ABC三個 就是 我有ABC三個變數被引用 被使用到 那這三個變數呢 涉及到這個 它的結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我們接下來去思考的 好 那SSA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說 我每次做assign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給它一個Virture Number 所以比方說 你看畫面這個 這個A 3 assign到A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個版本號 1 9 assign到B的時候 給它一個版本號2 好 然後呢 再來是I呢 要用的時候我加個版本號 好 那一旦有變更 比方說這個 A-2的結果 放到下A 好 所以這個A A1的 然後呢-2之後呢 我散到A 好 那我給它一個新案號 叫做3 好 那通理啊 這個 這個B加1的結果 自拍到B 好 那這個東西的版本號 這個B從哪裡來 從上面來 12 好 A從哪裡來 從上面部的散來 好 那通理啊 原本的程式碼如果有這個 有了AA加1 結果散到A5 好 對不對 好 好 所以就懂啦 就是從上面部的根本來 然後呢 這個問題來 涉及到分支 那請問最終的A 到底是這個 還是這個 我們沒辦法確定 所以不確定的時候 我們會加一個V function 好 注意到這個字 這個字有點學問 這個字是希臘字母 然後它可以唸5 也可以唸V 但是注意到 因為開發邊編器 很多人是老美 所以我們針對老美的習慣 唸V 唸V function 不要唸5 好 那所以呢 因為這個A 有可能是什麼 從3這條路來 也可能從5這條路 5這條路來 所以我們就加個V function 反正這個結果呢 不是3這條路 就是5這條路 然後最終呢 而散一次呢 變6 那通理 這個B呢也是一樣 它可能從4這條路 也可能從2這條路 為什麼2這條路 因為比方從這條路 它就原始到這裡 所以它不是這條路 就是這條路 然後呢 C的結果呢 C什麼時候變更 其實假設比方說這段程式碼 有這個A加B的結果 我散到C 那這A跟B它的V function number 都可以改 6跟7 所以我們做這樣的操作 好 所以注意到在講測 第一個就是什麼 第一個是加V function 第二個是遇到分支 不確定的時候加個V function 好 注意到這個思維 好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個C的程式碼 很單純 基本上就是前面講過的例子 如果N大於10呢 就做程法 小於等於10 做做加法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最重要是RT 一樣我就加個V function number 所以你看 這一條路的時候我就 N大於10的時候 就是這條路 我就V function number就是1 那通理 N小於等於10的時候呢 就是這條路 這個分析點 所以我把它加個V function 注意到這邊是個V function 所以我最重要傳的東西是依據V function 這V function針對1跟2 那你又看到一次機械化 所以注意到 你每次呢 在編輯器的領域 看到一堆機械化的時候 你就要很小心 因為我今天就要教導 教導電腦去看懂這些東西 所以這體用非常的細 然後呢 用的SSA呢 它可以做到很多操作 它可以做很多追加化 就是 簡單說 注意到 事實上你可以做追加化的手段有非常多 這20年來 有非常多研究學者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舉出幾個例子 我們會做第一個叫做 Constant Proplication 這樣會講 然後再來是我們會舉的例子是 DC Decode Emination 就是把沒有執行到的層次碼消除掉 就是 然後再來是 RA Register Occasion 注意到 有很多追加化車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 我們為了舉例方便 我們實際上就去考慮比較簡單可以使用 我們現在講一個東西叫 Constant Proplication Proplication這個詞 中文翻譯很難翻 就是 孕婦 孕婦 孕婦的字跟傳 這個Proplication是同一個詞源 所以你會看到孕婦的詞很像 對不對 所以孕婦的詞這個字怎麼來 這個字又是從這個 正複雜 又從拉丁文來 總之就是說 它是一個衍生 生子 就是衍生的意義 所以 它就是 從某個母體 產生小孩或是產生一個新的 這個就是詞源的意思 那Proplication的意思就是說 去產生一個新東西 然後 為了翻譯上的方便 你可以看到說 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有一個大差異 簡體中文就是 不管英文有什麼字 它就是翻出來 像個robust 對不對 robust在中文來講是很難翻的 就是 你要翻成強健 穩固 然後什麼 堅固 或者是一個可靠 這是完全要看情境 不要說 如果核子翻譯 叫robust 對不對 就要講的是什麼 穩固 那以程式碼 就不是叫穩固 是穩固的 很奇怪對不對 是可靠 所以它的翻譯是要看情境 但是中國大陸翻譯很棒的 它的robust翻譯是什麼 那鱸棒對不對 鱸棒 對啊 這個 有時候看了就暈倒了 有沒有 robustness 對不對 不要懷疑它就是這個 robustness 然後這個 因為很多字它的用途是不同的 用在生物學 用在電腦科學 用到什麼的 但是你知道中國大陸翻譯就很威 反正一字就一個音 就是這樣鱸棒 鱸冰花很棒 天啊 這什麼鳥翻譯 所以這個注意到 所以你有時候看簡體中文的材料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它叫做常述什麼 常述繁殖 常述生殖 什麼鳥翻譯 那個都是錯的翻譯 就是 以繁體中文的翻譯官吏應該是 叫做傳遞 因為我相對在傳遞那個常述 它意思雖然是生殖 但是我們的意思是 就是像那些傳遞給下一代 好 來看一下這一段程式碼 右邊 右邊正在程式碼 你看到嗎 這個程式碼它涉及到什麼 懲罰 加法 除法 又來懲罰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 復迴圈 所以事實上你看到嗎 這個程式碼非常複雜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好玩的地方是說 如果你去看那個 如果你去看 GCC的最佳話 GCC有做最佳話之後 會得到右下角 它是暗的組合圓 但是你看不懂暗的關係 你發現什麼事 為什麼組合圓的輸出 會比原始程式碼的輸出來的簡單 對不對 你大概猜得出來 最後就是揮傳零 對沒錯 這是揮傳零 這時候是很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組合圓輸出會比原始程式碼簡單 好 但是如果對照舊版的GCC 比方GCC3的話 你可以看到左邊列出來程式碼 有一堆點點點 表示什麼 表示事實上這個程式碼運作很複雜 而且大概你可以看到 左邊來講 有個DIV你猜得出 那叫什麼 那是出法 所以你看 舊版的GCC 它會產生有出法 然後呢 它有ADD 對不對 猜得出有成法 有什麼CMP啊 有E啊 猜得出有什麼 有判斷 判斷那個 程式的流程啊 又涉及到分支 對不對 所以其實該做的東西都做了 但是你想奇怪 為什麼新版GCC 會把它最佳化成 真是神器吧 然後來想一下這件事情 來看它這個數字 A呢是11 B呢是13 C是566 你想一件事喔 這個 C是被除數 A乘C是被除數 來講說A乘C是除數 你看喔 如果你的除數 永遠都大於被除數 在整數乘法來講 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0 然後為什麼這個 這個A乘C是 永遠會大於這個呢 對不對 因為C是566 亞洲天堂很大 對不對 很大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很大 所以它的被除數很小 如果你看到這邊 還看不懂的話 你還是先回去睡覺 好 不要說數學太差了 好 所以就是這個數值分布 所以你看喔 當一個整數除法 注意喔 整數除法 整數除法來講的話 被除數永遠小於除數 它答案一定是0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你要學編音器了吧 因為你連這段程式碼的輸出 你都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工具為什麼對我們來講那麼重要 你為什麼要選編音器 因為你要知道21世紀的科技進展到什麼地步 注意喔 換個角度想 你如果要寫編音器 就是要寫到這種等級 才會及格 不是優秀的嗎 這是最基本的 就是能夠去判斷它的程式的執行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以電腦來講 它怎麼做到這件事 電腦 它並不是去思考什麼5566 什麼1311 事實上不是這樣 它也不是執行一大堆 不是執行一萬次 然後發現結果都是0 然後它就把結果都寫成 不是 電腦不做這件事 它不需要做這件事 也不能做這件事 因為它是編音器 它不能執行 好 所以 我們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來採檢 還記得在前面講的 BB跟那個CFG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地方去採檢 我們先做把它採成BB 好 注意點好 我們把它採成BB 所以你看這段程式碼怎麼猜呢 就是 11指派成A 然後呢 13指派到B 5566指派到C 然後呢 因為有用到 履造的這個變數 但是一開始指 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先寫個Antifine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把復迴券展開 復迴券展開的話 就會得到BB1跟BB2 然後呢 再來是 呃 再來是為什麼 再來是這個 把中間那個 result 那個東西 對應到BB3 然後呢 別忘了 復迴券是一個語法棠 所以這個語法棠 I++ 你把它展開什麼 BB4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會跳進去 去判斷它是不是成立 那如果 I呢 已經不是小於1萬的時候呢 它就要跳出去 跳到什麼 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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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BB5 就是把字回傳 所以第一個是 切成BB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你看 你對照左邊看的BB 然後你發現有些東西可以合併 哪些東西可以合併呢 比方說BB0 比方BB1 可以合併對不對 因為 沒有人跳進去到BB1嘛 所以我就把0跟1都合併起來 然後通理呢 你發現什麼 你發現 3跟4呢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溝通到BB4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發現說 我就把3跟4把它合併起來 所以先合併 好 來做基本最佳話 來考慮一下 你可以看到左邊跟右邊的差異在哪裡 左邊跟右邊呢 它把程式碼轉了一下 你看 這個程式碼怎麼轉呢 注意到BB2 BB2前後超級重要的 BB2跟3呢 我們就把順序對調 好 注意到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追加化技巧 2跟3對調可以做什麼事 你看 我先把result 先這樣 先算 滑鼠所在的地方先算 先算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i i++ 然後我在底下去判斷 這樣好處是什麼呢 這樣好處呢 就是說 我先 我先跳到 就是我上面先勾入BB2 然後做這個操作 然後呢 中指令 就是全部的指令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少了一道指令 所以就是這樣 從左邊到右邊呢 它的差異在哪裡 可以少一道指令 千萬不要以為這個指令是很有意義 因為對所有的左邊的Case都可以轉成左邊的形式 然後可以少一道 指令的數量是少一道的 就少一行 然後呢 這個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我們要轉成叫 3Address Call 注意到一件事 以 Risk來講 Risk的指令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是 一般來說它就是3Address Call 它就是有什麼 它就是有輸入 兩個輸入 然後一個輸出 那 所以中間一個operator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兩個輸入 一個operator 然後對應一個輸出 我們中間叫做 3Address Call 好 那我把它轉換一下 今天是不難 比較難的地方是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就是因為 A乘B加I對不對 那我就必須用 用 用 用數字的暫存把它保存下來 好 所以我要先做這個 先做這個操作 好 做完這個操作呢 再來什麼 出發 好 然後呢 注意到一件事 注意到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把它轉成Risk Risk 的時候呢 包含那個operator的優先權 包含說 要先做 先陳出後架件 或是掛號 都會展開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你以前在學資料結構的時候 可能有學過什麼 學過PostFix Prefix 轉成Infix Infix轉PostFix 基本上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編輯器 好 注意到天底下面的題目是沒有意義的 你在花時間都是有意義的 只是說你怎麼看待合也好 好 然後呢 再來我們繼續繼續繼續看下去 接著呢 來轉成SSA 好 這個時候才叫SSFORM 那SSFORM呢 注意到 有個叫做嗎 叫Version Number 所以每次Assign的時候就會加一個Version 所以一樣這個B呢就有Version 然後C呢就會有Version 然後每次的Sign就要加值 所以比方說像這邊I I加1的結果我刪到I 所以它就會有什麼 它就會對應了一個操作 在哪裡 這裡 就像這個 I1加1之後我刪到I2 這個東西 像這樣 所以好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展開成什麼 展開成這個 Version Number 然後呢 你會遇到那種不清楚的狀況 所以比方說什麼不清楚的狀況呢 你看喔 對照看到BB2 BB2呢 這有點尷尬對不對 I小於1的時候呢 要GoToBB3 那請問這時候I是什麼 這條I是之前的I呢 還是這邊改變的I 所以你要加個VFunction 好 不確定的時候要加VFunction 好 同理 這個最後的這個Luzard到底怎麼來 然後你要加個VFunction 好 然後 這本上面有沒有困難的地方 好 我們開始來講 開始講 前面叫SSA Phone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SSO SSA Phone 後面的最佳話 這也是重點 第一個我們叫做Constant Provocation 這東西有點學問 你看一下 這東西學問的哪 你看這個A0 有沒有人後面有在用 A0一開始直拍成11 第一次用是在這裡 第二次用在這裡 有沒有人改變它 有沒有人再繼續用A0 沒有 這後面就沒有再用了 所以它事實上就是 我們勸它就是常數 對不對 沒有人再用這個A0 表示常數 同理 這個C0 這個值 後面有人再用過 對不起 沒有了 所以它也是常數 A0是常數 C0是常數 撐起來當然是常數 對不對 但是注意到 一次作為一步 我們人很容易有小聰明 是台灣人 很容易有小聰明 對 但是電腦不能有小聰明 它是暗暗不久把 把自己做好 好 好 那同理呢 這個I0呢 它就是常數 因為沒有 後面就沒有在用到 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常數 可以把直接很安靜的 換成0 所以要注意到 這個A0 B0 C0 全部都換成常數 然後當然原本的結果 不改 下一步呢 叫Constant Folding 什麼Constant Folding Constant Folding就是 你剛才超級想做的事情 11乘13廢話當然是常數 對不對 11乘56還是常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 把它轉成另外一個常數 好 但是注意到一定是 Propagation只做什麼 只做代換 你把它想成西元的 Constant Folding 它只做代換 然後 Folding 就把它疊合起來 所以事實上 它已經改變數值了 注意到這件事 不是那麼簡單 11乘13 我要知道它一定是什麼 它一定要是常數 如果今天是0 除以0 會得到什麼 所以在這個時候 在Folding的時候 就要把它Folding成什麼 Folding成它不是數值 所以注意到 其實這件事 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故意挑一些簡單例子 好 那同理這11乘566等於6126 好 然後呢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左邊的形式 左邊的形式呢 你又看到一個好玩的事情 那你想 左邊的形式呢 然後你又發現 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原本呢 這個 展開的時候 這個T1還在這裡 那T1呢 就是T0 再加上那個 I1 然後呢 再來是 我們要去思考 這個T2呢 已經是6126了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次 常數傳遞 Constant Pro 可以 對不對 就把它成立 那同理 我就把這東西再做一次傳遞 右邊那邊 143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我們要做DCE 前面都很無聊 要開始看這個 從這一步 我們來去思考 有沒有程式碼 它存在跟不存在 沒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覺得這件事 跟你的學習力成像 對不對 你自己想嘛 你念到大學 念到碩士 對不對 你吃東西的學生 請問你什麼叫忍次定理 用回答我 因為你用不到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是這樣 忍次定理對不對 對不對 什麼楊式雙峽峰感測 對不對 你有沒有用到 你就算念到博士班 你有沒有用到 對不對 對 所以它存在 但是你過去一定要學 假裝假星星有學過 不然你考不上大學 所以你看 你不要講什麼忍次定理 什麼楊式雙峽峰峰 對不對 就是這個 所以要做最佳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你就做了最佳話 對不對 研究所不考 大學部不考 所以我可以把忍次定理 楊式雙峽峰峰 忘記它 對不對 你很會做這種最佳話 這種就叫第七 又後面用不到 全部都就叫 就上不掉 所以你看 這件事前面這兩行 完全丟掉了 這叫第七 然後再來是什麼 我可以做這個 Value Range Provocation 這東西稍微有點學問 我注意到 我們沒有執行 我們是把數字帶進去 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 這些變數 事實上它有形態的 什麼叫形態 形態 形態不是說它是一個人 它是個鴨子 不是 在蜥蜴圓裡面 在編譯器來講 什麼叫形態 形態就是說 我能夠用具體用幾個bit 去表示它的數值範圍 我能夠清楚表示它的數值範圍 我能夠清楚表示它的數值範圍 我能夠清楚表示它的特性 這叫做形態 所以以這個整數來講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上階跟它的下階 懂嗎 上階跟下階 但是它的操作很重要 比方說0除以0 0是整數 另外一個0也是整數 但是把兩個0拿來除 它就不是整數 所以這樣這個東西也是什麼 也是形態 就是剛才講特性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把這個數值帶進去 所以這邊好玩的地方再來 我就嘗試把數值帶進去 但是沒有執行 它只把數值帶進去 然後幹嘛 去推算 去推支每一個步 每一個步驟 它的數值範圍是多少 神奇的地方出現 我們如果做Value Range Population的話 我可以去得知 什麼 resout1 它的值 它的分布就是0 那resout2的數值分布還是什麼 0 所以你看這個推論 自己怎麼推 自己回去看 這個東西太低能 國小數學要不能教你 總之就是說 你在這個 所以編譯器會做這件事 它會去把數值帶進去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要花很多形式去講什麼SSA 為什麼花很多形式把電腦變成機械化 語言變成機械化 就是做到這件事 電腦當然可以 可以把我們很多小聰明帶進去 但是它就沒辦法這樣 沒辦法按部就班去做 電腦很會的地方就是這一步 把所有的數值帶進去 然後它去看 它輸入是什麼 輸出是什麼 好 在這個過程中 你已經呼之欲出對不對 哎呦 就是0對不對 但是注意到電腦不能夠聰明 它要按部就班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我們在幹嘛呢 注意到這層 你看上面又做了一大堆 什麼東西的 然後呢 這個 履造2是0 然後呢 我就 履造2 所以我就這時候做什麼 我就做一個常數傳遞 注意到這段 常數傳遞 然後呢 常數傳遞做完之後呢 因為你知道 一個西扣嘛 不管做了多少操作 然後最後就是履造0 所以前面就等於什麼 什麼 什麼人式定理啦 什麼文言文啦 什麼樣子 雙翅雙翔鳳干涉啦 什麼鬼啦 你吵毀了就是 你就不要忘光 對 就是 你就做DC 所以你平常腦袋就做DC 所以有時候 學生答案呢 你知道有時候很難過 在大學教書很痛苦啊 問學生什麼叫人式定理啊 就跟講 問10個 9個是答不出來了 最後一個答出來是為什麼 因為他偷看了危機百科 所以有時候很難過啊對不對 你知道 他念文準念理準 他就不考就當作沒有學到對不對 那比方說什麼 三角還是什麼 二倍角公司三倍角公司對不對 高中的時候背得出來 上大學就打不出來 或者當場的道理打不出來 我們被打也打不出來對不對 因為你做太多最佳話 所以做最佳話 你不能亂做 很多同學都一天到來做最佳話 一天到來做DC 等於要悲哀 不過電腦來講話 最佳話很重要 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情 好 然後呢 來認真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 簡單來說這個機器 分了幾個部分 就是有前端 後端 那中間層 中間層就是 IR的部分 然後呢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一些 passer 那個lexer 就是在前面這個環節 然後呢 中間有一個中間語言 叫什麼呢 叫做gimp 那這個東西叫gimpify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在哪裡呢 就是中間這個 SSA artemizer 然後注意到 artemizer 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剛才講的東西 是我們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個超級簡單的例子 實際上 大部分的例子都很複雜 大部分的最佳話都很複雜 然後 然後一般來說 你會有100道以上的 這種最佳話的策略套進來 然後接著在幹嘛 接著是 把中間的型轉成組合園 那組合園 還會有外的最佳話的部分 這個我們在第二階段會再講 然後簡單來說 前半段的階段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現在 它是跟語言無關的 然後我們在第二階段會再跟大家講這個 不是語言無關 跟機械無關 上半段是跟機械無關的 下半段是跟機械無關的 那下半段是跟機械有關的 才能真正的機械碼 或者那個組合園 那如果看得更細的話呢 跟這個機器有關的部分呢 有這個RTO 還有這個code件的部分 好 然後呢 講到這邊我先幫大家做一個複習 就是複習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講 SSA StaticSingleSign 所以它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每次Assign 就加一個關注號 然後上面加一個 feeFunction 這個東西就是fee feeFunction 然後 再來是什麼 喔對 如果說你會Latex的送信用手勢 請幫我行李改一下 之前我們在頭一邊有些東西寫錯了 先幫我用那個Latex幫 修改一下公平 好 注意到SSA呢 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然後呢 它的價值在哪裡 它價值最大的價值在什麼 它把原本程式的邏輯很複雜對不對 你寫程式對不對 可能會寫的非常複雜 但是它把它的東西轉成Graph 所以Graph是什麼 你有學過那個資料結構跟原刷 你就知道 Graph最大的意義在哪裡 它把那個 路徑 就是說 我原本的程式邏輯它的操作很複雜 但是有一個路徑 比方說像 幫你負習一下 一定忘記對不對 對吧 因為你又做了最佳話對不對 考試不考你就忘記了對不對 唉 這個太懂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比方說呢 這個 比方說有個東西叫Aviatree 像比如說Aviatree 那基本上是一個平衡數 所以基本上數值在這邊走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我們來看一個Graph Theory 不是 不是 這兩個東西不要搞錯啦 Graph Theory是 Graph Theory是 是圖論 然後它跟那個圖學是兩碼子 沒有關係啦 圖論是一種數學 數學理論的分枝 那圖學是什麼 圖學就是讓你眼睛看得很開心 都要圖學 不要搞錯啦 圖論 注意到圖論呢 它是用一個數學方式去表達什麼 表達這個model 這是什麼叫model 你可以看到1234啊 這個排列 它本質上呢 它實際上它轉 它的操作東西是什麼 是編 然後它的 弧啊 還有線 所以它把那些方向轉換成什麼 數學上可以表達的形式 所以這個東西的應用在哪裡 假裝你去思考一下 你看上面這個東西 有什麼EN啊 PL啊 那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跟你講這個 來源 這個維基百科的詞源 對 一開始的時候從英文來的 那英文有人把它翻譯成什麼 翻譯成俄文 俄文又把它翻譯成 就是俄文那裡 有一份又從德文來 所以有人看 先把這個英文翻成俄文 德文 德文再翻成俄文 可是有一部分的內容又從英文來 所以它這個俄文版有可能從俄文跟英文來都有可能發生 那你看我們有這樣圖論之後呢 有什麼好處 我就可以知道這個內容 如果你看到 如果今天要更新這個英文版 那我勢必所有語言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但是影響程度有多少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就 俄文版就影響比較大 因為它 它不是只是從英文翻的 它是從德文翻過來 所以德文版 內容又改 我實際上也要去殘照 有沒有跟這裡面不同的 那反過來說呢 有時候有些種版本比較簡單 比方說像日文版 就直接從日文版翻過來 但是 中文跟日文版又可以有一些關聯 有些詞彙有些關聯 之類的 然後呢 簡體中文跟翻中文有關對不對 我們很多詞料是從簡體中文改過來的 然後加入我們去台灣的詞 當然有可能反過的例子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圖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去偵測 把這種它的關係 把它的距離算出來 所以看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圖 但是最大意義的 它把它變成數值預算 它可以把它變成說 能不能走得到 那你可能還記得 有個很知名的梗 就是這個梗 就跟你喬 有這麼多不同的連通道 我是不是可以一筆劃做完 所以 注意到這件事呢 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哪 這件事 我把程式條件 程式裸體很複雜 我把這個掛 然後Graph就會變得明確路徑 所以過去那些資料結構 也算法就可以全部都還用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程式會不會 這段程式會不會走到 你就不用真的去執行 就可以知道它能不能走到 所以就知道數學 偉大地方在這裡 就是偉大在哪裡 我不用執行 我從我的一步 接著一步的邏輯判斷就會做到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去探討 這樣的形式化驗證 這形式化驗證也是一樣 像這個形式化驗證 形式化驗證它有一個很偉大的一方法 也是一樣 就是用數學的方法 每一步接著每一步 以數學來說 不管是軟體、硬體 事件上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數學問題 像我剛才前面講過編氣也好 電子家的程式基本上在做事 就是自竄處理 但自竄處理背後還是數學問題 所以如果說你的程式的開發 所有的設計 所有的開發 都是嚴格的數學 一步接著一步去推理 那是不是開發出來的系統 就會跟數學一樣完美 會出錯 有沒有可能 這是數學一樣夢想 但是這個東西在事物上很重要 你說我的程式出錯會怎樣 基本上就是改一改 然後被罵一罵再改一改 如果你是學生 那就是寫不好就改 我是當初沒看到 寫不好就跟老師要分數 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教師題 對不對 當然老師會怕你 不給我教師題 不給我過的話 我就要教學給你寫爛 然後在pd的浪漫 當然絕大多數老師都會退縮 但你要知道什麼叫師題 活過才叫師題 那程式從來就不會動 那當然比較活過 它就是個胺基酸的 連蛋白質都沒有資格講 不過通常我們遇到這種學生 還是要給它過 好 好 所以就說你要想 就是說 這個 過去呢這個開發程式 它的那個代價其實很高 所以為什麼要去談這個形式化方法 因為 人們太多學生的教訓呢 你想 如果這個城市是發生在哪裡 這城市發生在那個 發生在 如果這個城市BUG是發生在 在一個 民用客機上 你看喔 像這個波音787 201年的波音787 它的城市碼是多少行 650萬行 650萬行 只要有一行有BUG 你可能就死掉了 不是只有一個死人 是什麼 幾百個家庭 幾百個家庭 背後多少人 然後背後的政府 背後影響到的公司 影響到的這個 所屬的單位 包含說政府的形象 因為 你不知道它影響有多大 但是就是成功一下 就會導致危害 所以注意到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學問 就是形式化驗證 所以複製的單位 它背後又是數學 所以注意到 數學這數學不重要 所以通常講數學不重要的人 基本上 他沒有寫過相應的程式 通常是這樣 當然我每次講這種話 就會被人家批評 然後就說 你了不起寫過的程式 很多人用是吧 是沒有多少人用 就幾千萬人用 就Android的每支手機都有用 所以你這樣想 就是說這個 這個 有時候你在台灣 有時候是視野問題 因為你想就是說 我們台灣工程師通常 不太有台灣工程師 因為 沒對這個社會做出什麼改善 被批評會 通常工程師被批評就是因為賺太少 不是因為他沒有貢獻 但反過來說 很多人他其實沒有真的貢獻 他拿到股票分工好像賺很多 然後你覺得 唉唷好厲害喔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視野問題 而且我們寫的程式很多時候是沒有對 人類社會造成直接影響 就是對航空啦 對太空啦 或是對這種 很大量的這個裝置對面的影響 因為台灣工程師 他沒走到這一步 所以對他來講 只要能夠承知那個洞就好 但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要探討這些東西 因為有一天我們寫出專業的程式碼 你要抱著這個想法 如果你覺得你永遠寫出來的程式碼 你爸你媽用不到 那就不要寫了 對嗎 所以你要想說我寫程式 我爸我媽會用到 每天都會用到 我孩子 我身邊都會用到 所以我今天做不好 我對他們造成很大的損失 好 所以就是說 SSA 做 SSA的フォーム 搭配後面講的那些Pollegation 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講說你看 我們前面講的很多事就是 Constant Pollegation 然後過來 前面拆不同的BD 然後呢 就是做這個動作 然後當然 那我們剛才那個例子 就是那種 剛才記得嗎 就是很複雜的運算 背除數 背除數 小於 優雲小於 除數的那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來講 我們最終把它改成 因為 裡面經歷過的 Constant Pollegation Decode Elimination Value Range Pollegation 還有這個 這個 相對的這個 DC 然後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說 這個在 GCC呢 它可以有個 有個參數 它可以把這種 BB啊 還有把這個東西 把它印出來 然後呢 如果你對這個SSA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2004年 就是GCC的上面 GCC的 高峰會議 然後就要探討這個部分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們就 先到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在下個部分 來探討什麼 我們下個部分來 可以探討這個後段 後段的這個 程式 程式產生 就是說 發生說那些 發生了怎麼產生的訊口 然後以及說 以及說這個跟 計算機組織結構有關的 好 所以我們在另外一個講座 在專門大腦處理器 好 所以請 請看一下這個部分 就講這個 處理器的行為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件事說 在21世紀 所有東西標準都拉得非常高 今天 紅打電呢 紅打電被 他的那個 員工被買下來 好 我不想評論這件事 但是我想讓大家知道一件事 紅打電 它的這個 以紅打電來講 他很早就開始做手機 1997年開始做手機 他不是做不好 他只是 沒有跟上時代 他絕對不是做不好 他賣了手機幾千萬支 一年就幾千萬支 然後你看 十幾年下來 那個手機量很大 就上一支了 他絕對不是做不好 一家公司有能力 持續賣上一支手機出來 這奪不了不起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對不起 他就是因為他不夠好 同理 你今天寫成是一樣 絕對不是沒有付出 而是你付出不夠好 對不對 就是同樣是你想一件事 你今天 人家問你說你有什麼代表做 你當然可以說什麼 Airbus A380上面的程式碼 有一部分是我寫的 對不對 哪怕是兩行也好 總比你寫出了程式碼 你寫了一萬個程式碼 對不對 這方面用潮的 不會動 對不對 就是諸如此類 你覺得哪個東西 對這個世界有衝擊 所以其實我們要去思考 我要怎麼做 才能夠辦法對這個世界有衝擊 我要怎麼做 讓這個世界可以持續進步 這是我們要去看到 然後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在講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註解 就是說 這裡有一些解說 所以你可以先看這個部分 然後在下半部分的議題 那下半部分其實除了探討這個議題外 還會探討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說 像以跟拖勸來講 那我們有看到比較細的 像這是什麼 我們前面有講過ADI 那涉及到這個 coding convention 就是fountain code 怎麼傳遞 那背後有學問 那我們這邊會以案為例子 來做解說 那如果可以的話 請先看一下 好 那我們先到這裡